这个女孩可不简单 来心理诊所治疗却反把医生给催眠了 叶锦文只盯着女孩手中 飞速旋转的铅笔看了几秒 就觉得脑袋开始发晕了 怎么感觉身份对掉了呢 明明她才是心理医生 却被一个小姑娘占据了主党地位 她看了严手中早就熟记于心的病名 微笑着开口说道 陆眠 我们可以像朋友般的聊一聊吗 你的家人都很担心你 他们希望通过我们更多的了解你 能不能告诉我 在你被绑架的两年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陆眠一脸默挨老子的不给予邪气 我忘了 叶锦文眉心皱了一下 那你还记得救你回来的神秘人吗 女孩淡定地喝了口茶 不记得 叶锦文耐着性子继续单方面的功课 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父母和妹妹的吗 女孩风轻云淡地说挺好的呀 叶锦文感受到了深深的挫败感 这已经是第四次治疗了 每次都是这些回答 这绝对是她遇到的第二个这么难以接近的人了 至于第一个吗 很快大家就知道了 这时钟表只向十点当当响了两声 陆眠如同完成了某项任务 八大将铅笔放到桌上 治疗时间结束 我该走了 说完起身就朝门口走去 叶锦文急忙追上两步脱口而出 我没有恶意的 我只是想帮助你啊 陆眠转过头轻喝了一声 叶医生 假装关心你的病人你不累吗 叶锦文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这丫头说话也太嫣然了吧 原来陆眠和双胞胎妹妹陆星兰 曾卷入一场震惊世界的绑架案中 绑匪们开出的天价赎金 令众多家庭面临残酷的抉择 母亲东拼细凑筹 哲求绑匪放了自己的孩子 可贪得无厌的绑匪 却说五百万只能选择 问他要救哪个 陆眠呢 害怕地哭喊着让妈妈快救他 而被掐着脖子的陆眠 则冷静地安慰他别怕 他们一定会没事的 绑匪看女人瑟瑟发抖笑得猖狂 那就让你妈妈再多筹些钱吧 就看他怎么选择了 母亲颤抖着犹豫了几秒 突然下定决心大喊了一声 救妹妹 陆眠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但当他看到母亲安慰着妹妹转身离去时 他终于明白自己被家人抛弃了 他擦了擦眼泪 既然被抛弃了 那就没什么可估计的了 最终结局是有五名孩子被家人抛弃 一个神秘人如同天神降临般地撂倒所有绑匪 将他们全部救了出来 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十三 而陆眠则是在绑架案后两年才重新回到陆家 天才心理医生人生第二次遇到了个硬查 对一个一脸唇良的女孩治疗四次了 却差点被他给反催眠 陆眠应付完帅气的心理医生 离开前特意冲墙上的摄像头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果然隔壁办公室里一个戴着金矿眼镜长相似闻的男人 正在专注耐心地盯着电脑上的监控画面 两人就这样在监控里隔空对视 叶锦文叹着气将资料丢在茶几上 七哥你看到了吧 什么都问不出来 如果你想通过陆眠找到神秘人的下面 怕是没那么容易啊 不过你也别着急 就算从陆眠这里问不到消息 我们还可以找另外四个受害者 他们都是神秘人救回来的 总能问出点什么的 萧奇莫推了下眼睛淡淡地说没用的 这个代号十三的神秘人 已经把另外四个受害者的信息全部抹掉了 新身份根本查不到 叶锦文直接呆住了 这么牛皮吗 那陆眠呢 萧奇莫说应该是十三号还没来得及抹出信息 就被我的人发现了 听到这里叶锦文眼神灰暗了些 你说陆眠回到家里 该怎么面对放弃过自己的父母 以及跟他同时被绑架的妹妹 萧奇莫站起身朝窗户走去 这个就用不着你操心了 他轻轻扒开百叶窗往下张望 对了 提醒你一下 下次不要再看他转赌 叶锦文的后背瞬间浮起了一层冷汗 难道我一个心理医生竟然被患者给催眠了吗 就问他还看出什么来了 萧奇莫很认真地想了下 挺耐看的 叶锦文满脑袋问号 感情里看了半天监控就看出来了个真 这女孩还真挺有意思的吗 一个母亲能有多偏心呢 在面对两个被绑架的女儿只能就一个事 母亲头也没回地选择了表面乖巧懂事的妹妹 狠心抛弃了看起来桀骜不逊的姐姐 陆新满放学回到家里 傅曼立刻满面笑容地上前接过他的书包 宝贝女儿回来了呀 一会儿就能吃晚饭了 我专门做了你爱吃的菜 陆新满献保式地拿出手上的证书 妈你看 上学期参加绘画大赛我得了一等奖 老师还打算将这套作品给速封游戏公司做原话人物呢 傅曼高兴地问真的吗 是那个在国际上拿了好几个大奖的游戏公司吗 暖暖可真争气啊 你不光学习好 还拿了绘画一等奖 咱们家以后可就指望你了 傅曼拿着证书左看右看欣慰的不行 他们大房比不上二房 二房家住主楼 掌握着陆家经济命脉 他们家则寄居在偏楼 当时为了赎回新满还欠了大笔外债 不过现在小女儿这么争气 兴许有一天他们就能和二房抗衡了 陆心满自信地说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了 对了我姐呢 她回来了吗 傅曼想到陆眠就头疼 还没呢 你姐要是有你一半省心就好了 刚刚心理医生还打电话过来 说她没法治 肯定是你姐又在人家那里发疯了 陆心满似乎想起了什么事情 那这个证书还是别让姐姐看到 我怕刺激到她 还记得小时候她毁了我的话 从那以后就再没见她话过话 傅曼心疼地摸着她的头安抚道 陆眠从小就不好相处 那么小就知道撒谎狡辩说她没做过 终究是指望不上她的 忽然一道嘲讽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不好意思 我这个指望不上地打扰到你们我女情深了吗 只见陆眠掉锅当的正邪已在书架上 陆心暖一正 随即笑着跑过去握住她的手 姐姐你回来了呀 陆眠瞥了她一眼 不动声色地抽回了自己的手 细经陆心暖马上又患上了一副委屈的表情 姐姐你是不是挺讨厌我们呀 陆眠立刻上前护住她并训斥陆眠 你怎么能这样对妹妹呢 陆心暖眼泪都下来了 妈妈你不要说姐姐了 我知道姐姐一直不喜欢我 何况还发生了那件事 可我也是无辜的呀 大家都没有办法的事情 姐姐你不会怪我的对不对 你也不要怨妈妈了 她一直很自责 我陪她出去散心了两个月才恢复 现在她为了还债 迫不得已在叔叔公司上班 工作又累薪水还那么低 陆眠实在不想再看她演戏了 一步一步朝她走过去 贴心地帮她擦去眼角的泪水 是她为你欠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继续母女情深吧 说完便转身往楼上走去 陆心暖被她这话噎得不轻 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便决定扳回一局 这个看起来乖巧懂事的女孩 实则是个白莲花 从小到大为了让母亲 多关心疼爱自己 暗地里不知给姐姐泼了多少脏水 造成了家人朋友 对姐姐的印象 就是个不学无数的小太妹 陆心暖为了在母亲面前显摆 故意对陆眠说 周六苏爵请我去她家吃饭 说是苏爷爷回来了 你不会不高兴吧 我记得十六岁时 你还给她塞过情书吗 姐姐你不会是喜欢她吧 路面一脸的茫然 什么情书 那是苏老头给我的邀请函 我不想去才还给她的 母亲覆慢的火气蹭的又上来了 你嘴里还有没有一句实话 嫉妒妹妹可以直说 人家苏老先生 怎么可能给你邀请函呢 这话要是让外人听到了 不得笑掉大牙呀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撒谎金 什么把课本都背下来了 不需要考试 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就过人 以前年纪小别人当你说疯话 可你现在都成年了 怎么还是这负责心呢 路心门火上浇油地劝道 妈你别生气 可能姐姐也只是想去苏家吧 傅曼恨铁不成钢地别过脸 她去什么去 琴棋书话样样不会 去了还不是丢人现眼 路面索性不再理会他们 禁止往楼上走去 小时候想努力证明给他们看 却被当成了疯子 真是可笑啊 她趴地关上房门 隔绝了外面的谩话声 掏出手机一看 一直跟在她身边的心腹林 发来的几条消息 对她这两天炒股 净赚了一个小目标 就是一顿吹捧 路面只回了句无聊 就把她给打发了 忽然手机叮咚一声响 收到了一封邮件 是苏家发来的邀请函 路面犹豫了几秒 到底要不要去呢 她换了身衣服正准备出门 傅曼从后面追上来 没好气地问她要去哪 路面头都没回 中心街 傅曼嫌弃地瞥了眼 她那略有些短的就牛仔裤 正好我要带心卵 去那边商场买礼服 顺便也给你买两件 母女俩在商场里 挑选着品牌逛着街 路面不想掌握 就在后面慢悠悠地跟着 在一楼珠宝柜台前 她一眼就看中了一枚 标价三十万 镶嵌着蓝针的发架 刚想让柜台小姐拿出来看看 傅曼猛地上前抓起她的手腕 就将她拖走了 咱们今天是来买衣服的 其他这么贵的东西就别看了吧 路心卵垂了垂眼 姐姐要是喜欢 我就不买礼服了 你都给姐姐买点东西吧 傅曼立刻上演起了母女情深 那不行 你明天还得去苏家呢 不给你姐买也得先给你买 路面玩事不恭地亲喝了一声 我不买 就是随便看看 说着人已经转身 重新走回了柜台 你们去逛吧 什么都不用给我买 等他们走远后 路面从包里掏出一张黑卡 把这个发架给我包起来 我不带 送人的 麻烦包的精致点 柜台小姐乐得心发怒放 刚刚那两位客人一看 就没有底气踏进他们店 而这位美少女出手 大方气势又强 真是个甜酷小姐姐呢 豪门苏家给从国外休养回来的 苏老爷子办了场街封丝宴 想巴结苏家的人见不到郑主 话题就都落在了 19岁的苏爵身上 听说他前两天 在股市用20万赚了1100万 都能媲美补借传奇夜桥先生 而这样的宴会 路家只有掌权的二房才能参加 路星卵搭扮得甜美精致 羞涩地问叔叔婶婶 我这样行吗 不会给咱们路家丢脸吧 路星堂满意地点点头 你画画得了这么大的奖 已经够给路家掌脸了 除了你哥外 苏叶陪白这几个大家族里 有谁还能比得过你的 要是辛卵能和苏家联姻 我们路家一并能更进一步的 到了苏家后 路星堂便忙不迭地将他介绍 给了苏家家主苏生 苏生笑呵呵地看着女孩 没想到暖暖都出落得这么大方 等老爷子点了头 咱们就能结个亲家了 路星堂也复合地孝道 能得到苏老先生的认可 那自然是在好不过了 我就这么一个亲侄女 你们可要好好对他呀 路星暖羞红了脸 叔叔 我还小呢 苏生开口打圆场 苏爵去后花园找爷爷了 你也快去吧 路星暖暗暗下了决心 苏家的门自己是禁定了 此时他拉着人字拖的路眠 正在苏家后花园里闲逛 苏爵很快发现了这个陌生女孩 猝着梅迪鹤一声 你是谁 怎么进来的 路眠停下脚步反问他 你又是谁呢 苏爵愣了一下 很快自爆家门 我是苏爵 是苏家的小少爷 路眠呕了一声 原来是苏老的孙子 几年不见他都快把这号人给忘了 便没再理他继续往里走 苏爵见他居然敢无视自己 一边追一边喊 站住 那边是我爷爷的龙 你不能过去 路眠反手抓住他的手腕 一个闪身就将他压制在了地上 刚来到后花园的路星暖 正好看到了这一面 立刻惊呼起来 打人了呀 姐姐你快放开苏爵呀 心里却在窃喜 这下叔叔一定会把他赶出路家的 他这么一喊 一大帮人迅速赶了过来 路星堂率先跑到境前 将苏爵解救了出来 路眠你做什么 还不快给苏爵道歉 路星暖小心翼翼的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姐姐你快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路星堂满腔怒火的说 能有什么误会 他有邀请寒吗 他该来这个地方吗 他该动手吗 没人请他 他还厚着脸皮来找事 也是够了 来看热闹的一行人 带着一样的眼神 将路眠打难了一段 原来这就是路家那个被绑架两年 前段时间才回来的女孩啊 看他那副古怪的样子 肯定有心理疾病 路星暖小声劝着 要不你先回去吧 可看到路眠难堪的样子 他心里又觉得很畅快 叔叔婶婶也语带不满地训斥他 你还不快走 还不嫌丢人呢 就在这时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 从小楼方向传了过来 他是我请来的客人 谁敢赶他走 众人闻声看过去 竟然是苏家老爷子苏清禾 谁能想到这个桀骜不逊 差点伤了苏家小少爷的女孩 竟然是苏老爷子 特地请来的贵客呢 这可真是当众打了 对他各种嫌弃的叔叔婶婶 和绿茶妹妹的女孩 苏老竟直走到路眠跟前 对所有看热闹的人宣布道 是我亲自下邀请韩请林丫头来的 你们谁敢说三道四 年年跟我走吧 儿子赶忙说您别走啊 大家都等着您呢 苏老拒绝得很干脆 我还有事 你们吃吧 苏绝见爷爷丝毫不关心自己 还紧帮着那个臭丫头 心里非常不爽 路心暖温柔地扯了下他 你别生姐姐的气了 他只是有点任性并不是故意的 苏绝一听更火大了 都是那个女人的错 这下爷爷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而路心暖也是一脸的不甘心 他满心期盼想见到苏老 可现在却连跟苏爷爷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反倒是吊儿郎当的路眠成了座上宾 此时凉亭的石桌上摆着一盘没下完的围棋 苏老给路眠倒了杯茶 非但没有因孙子被欺负了而生气 反而还道歉说苏爵脾气虫 晚上就教训他 路眠轻笑了一声 您这大孙子挺好玩的 苏老自责的喃喃开口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绑架案的事情 如果我早点知道就不会 路眠捏着一枚白色妻子笑了笑 我知道您尽力了 没什么可如果的 就当是积累原生经验了 苏老从口袋里掏出个优盘递给他 里面有我这两年搜集到的绑架案的资料 我知道你今天来是为了这个 路眠倒了生谢 随后起身将一枚圆形服牌放在了桌上 我今天过来也是想把这东西还给你 苏老目光一致 这个你快拿着 以后若是遇到了紧经的人 能保你命 路眠羊的羊手里的优牌 有这个就够了 此时萧其默和叶锦文 嗅着血腥气来到苏家后下 却只看到了激战过后的凌乱脚印和血字 他们接到内部消息后立马就赶来救场了 没想到有人比他们动作还快 叶锦文不解的问道 这些人是冲苏老爷子来的吧 问题是哪个好心人做的呢 萧其默仔细查看了现场 根据地上的搏斗痕迹判断 这位好心人身高170左右 体重42公斤上下 速度很快 常用右腿攻击 脚穿人字拖 性别女 叶锦文咽了下口水 哪个女人这么飙悍啊 正感慨着就瞧见 从苏家后门走出来了一个单薄的身影 路眠 好巧啊 女孩神色淡淡的 不巧 都是受邀而来的罢了 叶锦文干巴巴一笑 对了 这是我朋友其默 路眠呕了一声 原来是你啊 叶锦文诧异地左右看看 你们见过吗 路眠邪气不羁地浅笑一声 叶医生 他不就是昨天监控后面的人吗 怎么 有些事他没告诉你吗 萧其默忽然来了兴致 你是怎么猜出来的吗 这个吊儿锅当的女孩有多厉害呢 见到戴着金边眼镜男人的地面 就猜出了她是心理医生办公室监控后面的人 萧其默历时来了兴致 问她是怎么猜到的 路眠直视着她缓缓开了口 第一点 昨天就诊时叶医生三次撇向监控 说明摄像头后面有人 第二 今天是你我头一次见面 可你的眼神却并不陌生 说明你已经见过我了 第三 叶医生处处以你为主 说明你身份尊贵 加上苏家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萧先生会来参加这场宴会 所以萧其默先生 幸会了 第四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我刚才说的都只是随口一炸 不过你俩的表情出卖了自己 说明我都猜对了 叶锦文听得都呆住了 如果不是立场不对 他当场就想给这位大佬打扣 这也太牛皮了吧 萧其默从口袋掏出一块手帕地了过去 要擦手吗 路眠也不矫情 接过来仔细地一根一根擦着手指 萧其默十分肯定地说道 那不如也让我来猜一下 之前这里发生的搏斗是你做的对吗 路眠非常痛快地点头承认了 随即指了指围栏 我要爬墙 可他们太爱舍了 叶锦文的娃娃脸抽了抽 脑海中立刻有了画面 两小时前一个顽固不羁的少女想跳墙进苏家 结果发现墙根蹲了一排杀手爱了他的路 然后他就顺手 我不 是顺腿就将那群人干翻了 路眠随意地朝后指了指 我把他们绑到后上去了 你们需要的话可以过去自取 叶锦文此时对他崇拜的简直不要不要 你知不知道自己无意中拯救了这场宴会啊 瞬间感觉自己在俩大佬面前成了条多余的酸菜鱼 路眠将手帕夹在两指中间晃了晃 估计这种手帕你有的事 也不在乎损失这一块吧 萧其默看着他将手帕随意揣进兜里转身离去 问他不参加宴会了吗 路眠不羁地说了句 很无聊 你们去玩吧 此时苏家宴会厅里的宾客们还不知道刚刚逃过了一起 三五成群的互相八卦 刚才后院那个真是被绑架两年刚回来的陆家大小子吗 苏老先生也是善良 明显就是给他解围 姐姐那个德性估计妹妹也都差不多 以后躲着点他们免得沾上晦气 可他们并不知道 这些话全都传到了萧其默的耳朵 他收回了即将踏入宴会厅的大长途 很快就有人注意到了他 这就是帝都萧家的继承人吗 萧其默扫了一眼想巴结他的众人 没想到名门望族的教养也不过如此 萧家和你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违约今萧家会赔偿的 说完转身就往院子外面走去 吃瓜人群叫苦不迭 完全不知道怎么惹到了这位萧大少 萧大少居然对才见了一次面的一个小丫头伤心 在听到宾客们议论露眠的是非后 连宴会厅都没禁定扬言 要终止与他们的商业合作 叶锦文急忙跟上他 你不进去找苏老问绑家案了吗 萧其默挥了挥手 很无聊 你们玩吧 对了 把后巷里杀手的是跟苏老说清楚 叶锦文疑惑地挠了挠头 这位爷到底是因为宴会真无聊而离喜 还是因为里面的人说露眠换话才不想待下去呢 这边陆行堂因为露眠的出现气不打一处来 他压根就不想认这个侄女 真是太丢脸了 陆行堂低头发了一条消息后很懂事地劝道 也许是苏爷爷看姐姐可怜才维护他的吧 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一道拐杖重重敲击地板的声音 只见苏爵扶着苏老走了过来 陆行堂赶忙上前给苏老道歉 这次是陆眠给您添麻烦了 我回去就说他 陆行堂也假装委屈地说 苏爷爷您别生气了 我替姐姐跟您道歉 苏老却爽朗地笑了笑 麻烦陆先生回去帮我跟眠眠转达谢意 如果不是他 苏家今天可要倒大霉了 陆家三人一时都震住了 苏老梅理会他们诧异的目光 儿子苏生上前扶住老爹不解地问道 爸您一向与人为善 怎么会招来杀手呢 我看您就是偏袒陆眠故意搞事情 苏老宝金丰霜的眼中带着几分锐利 你是觉得我老糊涂了才会干这种蠢事吗 吓得儿子赶忙摇头 苏老梅心情跟他解释 又看向孙子苏爵 年年要去你们学校上学了 你都照顾着他点 苏爵一脸郁闷 可还没等他说话 父亲就先无奈地拦了下来 应该不会是想撮合苏爵和陆眠吧 那女孩可配不上咱们爵儿 他妹妹露心软倒是还不错 苏老白了他一眼 别胡说 是咱家配不上陆眠 苏爵气了一声并没放在心上 陆眠从苏家庄园出来后正慢悠悠地往回走 萧其默开车追上他摇下车窗 陆小姐 需要我送你一程吗 陆眠漫不经心地抬了下眼 不用 萧其默轻笑了声 这小丫头倒是傲得很 于是又往前开了几米 一个击打弯拦住她的去路 顺手打开了副驾驶门 不好意思 手滑了 这种幼稚地把戏路连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行 不过既然人家这么坚持 他也没必要讲情 就静止钻进了副驾驶 系好安全带后 他玩劣的一笑 做你的车安全吗 萧其默看起来心情不错 放心 我开车很稳 陆眠掏出手机懒洋洋地玩了起来 那就拜托萧司机了 萧其默看了他一眼随口问道 后相的杀手没那么费柴 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路面眼底带着一丝防备 就是学了点防身的功夫 有问题吗 萧其默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当年他被绑架的时候才17岁 在那群穷凶极恶的匪徒手下活了两年 过程有多艰难旁人难以想象 沉没了半分钟后又轻轻开口 可以告诉我你都经历过什么吗 萧大少难得主动送一个女孩回家 却发现小丫头竟然睡着了 看起来睡得还挺香 是音乐不好听还是跟他说话太无聊了呢 萧其默又好气又好笑 手却不自觉地调了调音乐和空调 很快黑色豪车开到了陆家门口 他侧身过来 琢磨着到底是叫醒他还是抱他回去 手刚抬起来还没碰到女孩一脚 就被一个突然的力道攥住了手腕 女孩舒得睁开眼睛 别碰我 萧其默心里轻笑一声 真是个小骗子嘛 他没有丝毫尴尬 反而身体前倾靠近了他 看着女孩闪动的睫眸 侯杰忍不住滚动了一下 低哑着声线凑到他耳边 轻点 很疼 陆眠僵了一下 随即自动屏蔽了来自男人的魅力攻击 松开手顺便将碎发抿到了耳后 耳朵软鼓出一颗红色小痣显露了出来 萧其默当场僵住 真是撩忍者中被撩 那颗红痣竟让他有种想征服的强烈愿望 失神间听到了女孩得逞的胜利口气 定力太弱了 说完便解开安全带 在男人的注视下慢不惊心地下了车 走了 不见 萧其默笑了笑去车离开 总归还会再见的 陆眠掏出钥匙刚打开门 就被一个颇为野蛮的力道扯了进去 他拧没发现对方是自己的母亲后便收回了拳头 傅曼的火山脾气立刻爆发了出来 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去苏家搞破坏了 你就见不得你妹妹好事吧 陆眠冷笑一声 速度可真快啊 傅曼直接掏出手机给他看信息 你在这吵损谁呢 暖暖是跟我说了 可你看看你妹妹怎么说的 至于这么挖苦他吗 陆眠扫了一眼 他亲爱的妹妹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绿茶 论告状他自认从小就比不上陆星乱 索性拨开面前的手机屏幕打算上楼 傅曼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数落他 你看看你这副样子 再看看星乱 你做的这些是哪一点比得上他 我偏袒他不是应该的吗 你有什么可委屈的呢 我不指望你多孝顺我 只希望你别托你妹妹的后腿就好 家里就数他最有出息 你乖乖上学懂事一点行吗 陆眠直接忽视了他的碎碎念 掏出手机发了条消息出去 我现在理解你了 是吧 回来还不如不回来呢 周一来上学吗 想你了 傅曼见他不理自己更生气了 我还在说话呢 你怎么就开始玩手机了 陆眠凉凉的看了他一眼 在您眼里我自然处处比不过陆星乱 原以为我回来了你们会不一样 事实是你们从没期盼过我回来 所以请你以后不用再虚情假意的管教我 就当我没回来过好吧 大佬排解烦恼的方式有多简单粗暴呢 那就是在赚他一个小目标 先比这么飞速一转 头脑再经过一系列的风暴推演 就迅速选中了一只股票 买定理手一切搞定 随后路面给小跟班林发了条消息 今天买这只股票 林立马带为执行在他们的聊天群里发了信息 这消息一出群里立马就炸了 各种各样的吹捧不天盖地而来 苏爵看到消息后也立刻下手买了50万 买完后他双手抱在脑后 嘴角带着莫名其妙的笑 他倒要看看这位所谓的大神能不能每次都这么是 几天后开学了 一个死党凑上来跟他打招呼 见他还在研究股市 苏爵看着股票一路飘红 嘴角止不住地上摇 现在抛售已经可以挣很多了 不过大神说再等等 希望不要让他失望了 不然身后响起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陆星暖微笑着走了过来 苏爷爷最近好吗 死党嬉笑着赶忙站起身 苏少你真是事业爱情双得意啊 这座位是你们小两头的了 我就不打扰了哈 陆星暖的小脸梳得红了 他们总是瞎说 下次要是再说我一定教训他们 苏爵却是一脸的无所谓 他们乱说的 你不用在意 陆星暖心里窃喜 他这是默认了吗 突然同学们叽叽喳喳了起来 这个是新转来的同学吗 简直就是漫画里走出来的美少女 真是个超美超酷又厉害的小姐姐啊 陆星暖扭头一看 就见路眠夹着本书酷地走了进来 不由得秀眉一皱 真是烦人 他还是来了 不会是要和我打招呼吧 我可不想让人知道 我有个这么不堪的姐姐 更不想她的风头盖过我 就微笑着抢先开了口 同学有事吗 路眠淡淡地瞥了一眼 他那张细精脸 指了指旁边坐着的苏爵 我找他 不找你 陆星暖一时有点尴尬 路眠静止静责地传话说 你爷爷联系不上了 他说今晚带你去参加 某公司的开业晚宴 在老地方接你 苏爵头也没抬懒懒地说知道了 陆眠没理会他那大少爷脾气 静止走向了后排的座位 陆星暖一脸讨好的说 苏爷爷对你真好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有机会再去看他老人家呢 苏爵还是那副要死不活的姿态 以后再说吧 陆眠从包里掏出一本捕神商 女正在看 一道怯生生的声音 忽然在头顶响起 陆眠你回来了呀 原来是留着一头男孩短发的隋怨 陆眠见到他也很开心 两人高兴地聊了起来 陆星暖悄悄往后瞅了一眼 想不到那个隋怨 竟然和陆眠这么亲近 他眼里泛起了一丝狠 那你可就别怪我了 谁叫你是姐姐的好朋友吗 谁也不服谁的两个大佬 居然成了邻居 陆眠本想去学校对面小区 看看装修好的房子收拾得怎么样 没想到意外碰到了两个熟人 叶锦文开玩笑地跟他打招 哈喽小眠眠 你怎么来这边了 该不会是在跟踪我们吧 而站在他身边的萧奇莫 则是一言未发 陆眠斜了他一眼 想得美 叶锦文甘大的不行 我是不是被讨厌了呀 萧大少善意地提醒他 以后别随便喊人家女孩密称 他不高兴了 叶锦文纳闷地望着两人的背影 人家高不高兴你怎么知道 陆眠的脾气不是一向如此吗 不过意外的是 他们三人竟然又来到了同一栋梦 叶锦文侧身小声问萧奇莫 你说他该不会真的在跟踪咱俩吧 这时叮咚一声电梯门开了 一道轻飘飘的声音传过来 你有什么值得跟踪的吗 叶锦文表示不服 怎么是我不是我们 我怎么就不值得了呢 萧奇莫则是淡淡地轻笑了一声 三人前后绞进了电梯 两个大佬居然同时抬手准备按八楼 两人看向对方一时都愣住 陆眠最先反应过来收起了手 你来吧 然后谁都没再说话 静静地等待电梯到达 叶锦文左右看看 怎么感觉自己这么多余呢 到了八楼后萧奇莫率先走出电梯 微微偏头看向陆眠 去我那里坐坐吗 想不到墨爷竟然会主动邀请女孩子进自己的住处 叶锦文也赶紧扯出一抹欢迎光临的微笑 对啊绵绵 进来坐坐吧 大家都是熟人 在他俩的注视下陆眠还真抬腿朝外走去 可就在两人准备跟上的时候 却见他朝着反方向拐弯了 叶锦文赶忙喊他 小绵绵 是这边啊 话音还没落 就听到那边防盗门咔哒一声门开了 陆眠一副少自作多情的表情看着他们 呦 原来是邻居啊 萧奇莫定定地看着他 这丫头还真有意思 叶锦文则被这七人的语气也得不轻 七哥你说隔壁套房是陆家的吗 这里房价可不便宜 要有这个钱当初绑架案也不至于放弃路面了呀 进到房里他慵懒地摊在沙发上 话说现在住得这么近 以后就能经常见到绵绵了 我给他做心理辅导也更方便了 萧奇莫不爽地瞪了他一眼 你很闲吗 神秘人有线索了吗 叶锦文简直欲哭无泪 我又怎么惹着大佬了呀 于是趁他洗澡的功夫 立马贤惠地做了一桌丰盛诱人的饭菜 萧奇莫冲了个早刚出来便听到了门铃声 本不想理会 忽然想到这个时候来找他们的该不会是 他快步走过来开了门 果然看到了那个张扬不羁的短发女孩 就一脸魅惑的鞋靠在门上定定地看着他 找我什么事呢 当新鲜出狱的斯文庸懒帅哥遇上钢铁执女会发生什么呢 萧奇莫本以为自己这副样貌多少会令女孩脸红心跳 没想到路眠却眼神清澈地直视着他 萧先生 能借双筷子用吗 萧大少简直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直到发现女孩表情没有任何波澜 才不动声色地拢了拢一袍 这丫头大概对他真的没什么想法 估计自己在他面前的男性魅力直就是个理 便从容地转身朝房间里走去 稍等 先进来坐吧 路眠站在门口却没有动 大致扫了眼他家的装修 都是冷淡的黑白灰色调 看着就让人心静 很快萧奇莫手里拿着一双木筷走了出来 路眠真诚地道了声谢钢要接过来 男人却紧钻着筷子不放 定定地看着他冷不丁问了一句 你知不知道神秘人在哪里呢 路眠眸光清澈似乎有些茫然 你说什么呢 萧奇莫上前一步凑到他耳边小声说道 就是救你回来的神秘人 代号叫十三 路眠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推开了他 你们找神秘人关我什么事呢 说完转身进了自己家门 萧奇莫很不优雅地按骂了一句小没良心的 不过他脸上看不出任何一样 难道真的不知道神秘人的下落吗 神秘人会不会再来联系他呢 这时叶锦文也从餐厅风中火火冲了出来 七哥 咱这一共两双筷子 你给了路眠一双 咱俩怎么吃饭呢 萧奇莫瞥了他一眼 从容不迫地回到座位上 自动拿起那双唯一的筷子开始吃饭 叶锦文心里有一万头草泥马奔波 靠 真是人间败类啊 萧奇莫挑出来的鱼刺整整齐齐排在一起 简直妥妥地强迫症家界匹症 叶锦文拖着娃娃脸看着对面 对了七哥 路眠这边咱们该怎么入手呢 萧奇莫慢条斯里地访问他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找我借一双筷子呢 叶锦文瞬间八卦起来 这我倒是没想 筷子的含义是一生一世一双人 难道他在暗示你吗 萧奇莫眉眼间染了某笑语 这个解释倒是很有趣 让我想要好好调查他一番了 谁能想到一个乖巧可人的女孩 心底却有阴暗的一面呢 陆星暖见隋怨跟路眠关系很好 电影老师有事找他为借口 毫不留情地将他推入深渊 交给了几个小混混 同学们是在排座位时 才发现隋怨不见了 刚走进教室的路眠 感觉事情有点细窍 迅速找了张桌子按了几下 原本还是平板形态的手机 瞬间变成了一台迷你小电脑 他飞速敲击着投影出来的键盘 眼睛盯着屏幕一眨不眨 陆星暖假装不经意地从他身边走过 有点好奇他这是在搞什么 怎么会弄这么复杂的东西 三分钟后监控定位到了允星酒吧 只见隋怨无助地跪在地上 正被几个小混混围着 路眠来不及多想 抄起手机就冲了出去 与此同时正喝着茶的 叶锦文眼睛呼的一亮 赶忙喊醒了在沙发上小气的萧奇墨 指着电脑兴奋地说 刚才发现神秘人十三的信号 虽然很微弱 但确实亮了一下 萧奇墨眯了眯眼睛问在哪 叶锦文表情怪怪的 就在你家小区那边 萧奇墨若有所思地拿起外套起身 温文尔雅地扶了下眼镜 走吧 此时路眠骑着一辆炫酷的黑色机车 正朝允星酒吧飞速赶去 他是在酒吧暗巷里找到隋怨的 摘掉头盔的瞬间也眯起了眼镜 巷子里几个流利流气的小混混 正打算意图不轨实 回头瞧见路眠忽然来了精神 卧槽 这小妞正点 今天咱们也能走一把萝莉疯了 路眠随手一抛 头盔稳稳落在了机车后视镜上 他一步一步朝着隋怨走去 已经吓傻的隋怨摊在地上 看着女孩如同天神降临一般 路眠蹲下替他擦去脸上的泪水 安抚他别害怕 叶锦文开车带着萧奇墨往住处那边赶 下好撇到了巷子里正跟小混混对峙的路眠 惊讶地说这不是小绵绵吗 他在那干什么呢 坐在后座的萧奇墨语气果决地说下车 叶锦文正了下 不是说好要去找神秘人吗 怎么又去找路眠了呀 萧奇墨声音里带着一股烦躁 怎么 要我请你下去吗 叶锦文只好赶紧吸了我 就在他俩下车的功夫 路眠从兜里掏出个耳机给隋怨戴上 扶着他站了起来 对面的小混混还没察觉到危险 反而更嚣张了 一个女娃子还想跟我们动手吗 哥哥们让你几招 尽管来 还没等他们说完路眠就动了 一脚踹头一脚踢荡一脚踹肚 全都是一击必杀的功夫 小混混的惨叫声响车天地 路眠暗骂了一句废物 随后脱下外套给隋怨披上 拦住他往外走 结果刚走出暗下 就发现萧奇墨和叶锦文正在巷子口看他 大神为解救好友抬脚就干趴下了三个绑 还若无其事地跟偶遇的萧奇墨和叶锦文打了个招 叶锦文的腿控制不住地颤抖 大姐啊 刚才满击高手屠杀新手村的人是你啊 别这么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好吗 萧奇墨却轻轻开了口 你朋友受伤了 我能有外伤药 去处理下吧 路眠到了生谢 扶着隋怨上了他的车 萧奇墨的眼神则全程追随着路眠 叶锦文不知死活地凑上前来 这个少年该不会是路眠的男朋友吧 萧奇墨一记冷眼扫过来 吓得他赶紧钻进了驾驶座 路眠随手将头盔扔给萧奇墨 我要陪他 车暂时归你了 帮我骑回去吧 叶锦文一脚油门踩下车就窜了出去 有生之年能看到墨爷被人使唤 真是直了呀 萧奇墨拿着头盔嘴角微微上扬 这小丫头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一行人回到公寓安顿好随怨 叶锦文突然神秘兮兮地说 人是你接来的 你给这小兄弟包扎吧 萧奇墨冷笑一声扭头就走 你来 你又不是不会 正好顺便给他做个心理辅导 叶锦文一脸的无语 我不当外科医生好多年了好吧 但还是安抚着随怨 尽心尽力帮他包扎了手上的伤口 问他身上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受伤 随怨摇了摇头 叶锦文又给他倒了杯水 让他好好休息 然后兴奋地跑到萧奇墨身边压低声音说 七哥 他是个女孩 萧奇墨的眼神瞬间亮了 你照顾好那位女同学 我去看看陆眠 此时陆眠正在楼道里打电话 隔知学校监控居然丢失了 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不简单 萧奇墨出来时他刚挂了电话 两人对视野 陆眠低声说了句谢谢 听起来有些烦躁 萧奇墨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看他双手摸着口袋 似乎在翻掌什么 轻轻一笑地上了一盒没拆封的烟和打火机 陆眠抬头诧异地看向他 萧奇墨莫名其妙地解释了一句 我很久不抽了 有备无患 陆眠愣了一下却只接过了打火机 我答应过别人不惜了 随后懒洋洋地往墙上一靠 望着打火机的那一粗小火苗出神 还陶醉般地闻了闻打火机气体的味道 萧奇墨的喉结微微滚动了一下 善意地提醒他 打火机气体中含有冰丸 对身体不好 陆眠玩耳一笑 是不好 但能麻痹神经使人镇定 萧奇墨从他的口气中听出了一些复杂 就问你和那女孩认识吗 他还是头一次这么想了解一个女生 甚至为了他错过寻找神秘人的机会 陆眠漫不经心地合上打火机盖 随手抛向他 我进去看看随愿 萧奇墨钻了钻微微发热的打火机 金矿眼睛下的深眸划过了一丝光芒 亲眼见到女孩干脆利落地伸手 让萧大少第一次有了想了解一个女生的冲动 甚至还为了他错过了寻找神秘人13号的机会 安顿好受了些外伤的随愿后 陆眠用脚勾了把椅子过来坐下 你放心吧 那几个人已经被警察控制了 可以告诉我在学校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随愿低着头眼神躲闪 就是想出去散散步 没想到被他们截住拉去了酒吧 心想如果自己告诉绵绵 这是他妹妹做的 会不会让他为难呢 算了 还是先瞒着他吧 陆眠一眼就看穿了他是有所顾虑没有说实话 不过并没有拆穿他 就说别紧张 下次姐带你去酒吧 随愿小声嘟闹 我明明比你大 你才是咱们中间最小的那个 陆眠伸手揉了揉他的小短毛满脸笑了 我不小 我大着呢 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跟我说 隔壁那套房子的门录了你的指纹 收拾好了就过去休息吧 我先回家一趟 见他这就要走 随愿有些担忧地抓住他的手 以后别打架了 会受伤的 陆眠知道他是关心自己 就轻描淡写地摆了白手 他们会 我不会的 看他若不禁风又努力关心人的样子 好像个卷毛小可爱 又忍不住身处魔爪使劲在他脑门上露了一把 走之前还冲他眨了下眼睛 心冷不羁中带着点风情万种 随愿一下愣住了 苍白的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 站在旁边的萧綦莫和叶锦文见此情景 怎么感觉这剧情有点不对劲呢 等陆眠离开后 叶锦文赶忙一脸八卦地凑到随愿跟前 妹妹啊 你和陆眠是怎么回事啊 随愿怯生生地笑了笑 我们啊 是过命之交 陆眠等电梯的时候 萧綦莫正巧也从家里走了出来 问他要走了吗 陆眠点了点头说要回去了 萧綦莫知道他要回哪里 指了指自己的腕表示意他看下时间 陆眠懒散地抬了下眼 手表挺贵的吧 手腕也挺好看的 早就知道他说话耶人 萧綦莫听着听着也就习惯了 无奈地摇了摇头 十点了 我送你吧 陆眠疑惑地看向他 有点搞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 萧綦莫提了提手里的垃圾袋 刚好我要去扔垃圾 正好顺路 陆眠歪头看了一眼忽然笑了 萧先生也要亲自丢垃圾吗 说着突然轻身上前颠了颠 窝呦 怎么是空的呢 能言善变的萧大少被当场拆穿 一时有点尴尬 闭了闭眼深呼吸了口气 直接抬腿进了电梯 躲在后面看戏的夜景们差点笑出声来 我早说过到垃圾这里又不合适 七哥就是不听 差点下不来台了吧 萧綦莫说你的那个朋友叫隋怨是吧 叶锦文说他的情况不太稳定 心里比较脆弱 看来昆蓬学校某些方面还有待加强了 陆眠轻轻笑了笑 我觉得也是 隋怨被绑架这是一定没那么简单 他必须要好好调查清楚 两人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话 很快就到了陆家门口 陆眠走下车却没关门 手臂搭在车门上朝里面看 萧綦莫也转头看他 心想这小丫头莫不是开窍了 然而还没等他想更多 耳边就飘来一句真诚的问话 萧先生 路费多少钱呢 萧綦莫无奈地摆了摆手 回去吧回去吧 自己可真是自作多情啊 目送陆眠走进家门后 他拿起手机给叶锦文打了个电话 我觉得昆蓬学校缺一个 尽职尽责的教导主任 你看我怎么样吗 叶锦文经得差点将手机扔出去 你说什么玩意儿 白莲花妹妹是干啥啥不行到撞笔一名 回到家里故作着急地问母亲 姐姐回来了吗 陆母一脸困惑 没有啊 他又犯什么事了 陆兴暖欲言又止地说 姐姐下午没请假 去学校外面找一个失踪的同学了 我好担心他遇到危险的 陆母立刻拔高了嗓门 这关他什么事 他一个学生有那个能耐吗 陆兴暖摇了摇头 不知道 但姐姐应该是好心的 陆母的火爆脾气蹭得上来了 我看他就是存心的 整天不好好上学 这种事倒是瞎积极 说完还看了眼陆府 今晚你要跟我占一个战线 必须得给陆眠上一课 他自己不学好就算了 可不能耽误暖暖 人家老师说了 高三这一年很关键 父母一定要给孩子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 一切事情都要给高考让陆 陆父刷着手机漫不经心的呃声 陆兴暖得意地扬起了唇角 希望这次能彻底赶走那个扫把心 当陆兴晃晃悠悠回来的时候 陆母来了个先发制人 我有话跟你说 陆兴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问他想说什么 陆母被他眼神盯得气势瞬间弱了下去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想怎样 你能进坤棚中学 是你二叔千辛万苦 拖了教育局的人才得来的这个机会 可你为什么总是逃课让人操心呢 陆兴将胯包往地上一丢 问他然后呢 陆母咬牙切齿地继续说 你要是不好好上学 我干脆也不花这个冤枉钱了 把所有钱都拿去培养暖暖 岂不是更有价值 要不你退学吧 陆兴暖假装关切地上前拉住母亲 姐姐她才19岁 不上学能做什么呢 这样让姐姐怎么活下去啊 陆兴轻轻喝了一声 散漫地上前搭住两人的肩膀 别演了 都怪累的 随后重新拎起书包抬腿上楼 一边走一边笑 演技挺好 就是剧本不怎么样 不用你们多说了 这个家我不呆了 随后简单收拾了几件自己常用的东西 推门向外走去 陆兴心里咯噔一下 问他干什么去 陆兴转头淡淡地说了句 就当我从没回来过吧 随后决决冷漠地带上了门 陆兴暖乱地想追出去 陆兴暖赶忙拉住他 妈您别伤心了 说不定姐姐过两天就回来了吗 陆母是一脸的恨铁不成钢 这个没良心的孩子 她是要活活气死我吗 看着陆兴消失的方向 陆兴暖心中常常舒了一口气 希望你永远别回来了 我们陆家再也不会有污点了 陆兴走到大门口忽然愣住了 抬眼就见萧綦默靠在车边 眼里含笑似乎正在等他 白莲花妹妹为了赶走姐姐 在母亲面前是上演各种诋毁戏码 陆兴被他搅得跟母亲关系彻底决裂后 便决定离开这个不欢迎自己的家 哪知刚走出大门 就看见送他回来的萧綦默靠在车边 似乎正在等他 走到近前便问他怎么还没走 萧綦默自然地接过他的背包 因为我猜你可能会出来啊 又顺手替他打开副驾驶门 上车吧 带你回家 路面震了一下扶着车门没动 心里把家这个字重复了一遍 他现在哪里还有家呀 萧綦默看他尽力在夜风中莫名有些心疼 忽得想起夜景门说过的话 一个人外表有多不正经 内心就有多伤情 说到底他也只是个19岁的少女而已 很多同龄人还依旧是父母守心里的小宝贝 而他却以坚韧的生命力在独自战亡 他也明白了当年绑架案的另外4名受害者 后来为什么全都成了死亡状态 那是因为从前被亲人放弃过 即便回来了也不会再得到爱 倒不如抹掉个人信息换个身份重新开始 想到这里便招呼女孩走吧 路面没说什么便上了车 车子原路返回 安静的气氛中萧綦默随口说了句 神秘人13号他人确实还不错 路面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示意他继续说 萧綦默没在他脸上看出什么异常 便接着说神秘人救了你 也给了另外4个人新的身份 其实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人心 说实话他是我佩服的人之一 看得出来他心地很善良 路面眼神有些复杂 知道他肯定是有话要说 果然就听萧大少犹豫着开了口 你想不想换个身份生活 不需要神秘人出手帮忙 我也可以给你新的身份 路面见他并不像是在开玩笑 忽然玩事不恭地轻笑起来 新身份是什么呢 萧太太吗 萧綦默侧眸看了他一眼全身说 倒也不是不可以 路面笑得更明媚了 连连摆手说可我不喜欢异地恋了 一个学生一个社会人 实在是太异地了 萧綦默也被他逗乐了 说我可以改的 等路面茫然地看着他时 男人已经不说话只专注开车了 可他却隐隐觉得他可能会搞点什么事出来 你的学校有这样的笑话吗 整天跟在男神屁股后面 男神竟然还不乐意搭理他 听说教导主任也换了 难道是因为之前隋怨被绑架了吗 听说隋怨就是被路面找回来的 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都挺迷惑的 纷纷过来询问苏绝 苏绍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苏绝摇了摇头 视线最后看向隋怨的方向 他到底跟路面有什么关系 陆星暖又为什么那么对隋怨 想到这 苏绝抬腿直接走出教室 陆星暖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他 看他往外冲 赶紧放下笔也跟了出去 班里立马一群起哄的 女神又跟着老公出去了爱 还真是恩爱啊 陆星暖暖在苏绝面前 温柔大方地问着 苏绝 你干什么去啊 马上上课了 苏绝回头看他一眼 声线淡淡的 问题也很奇怪 陆星暖 你了解你姐吗 听着他关注另外一个女生 还是他姐姐 他之前赶走路眠的那点开心 消失殆尽 苏绝 你怎么了 路眠他从小就很古怪 跟我们也不亲 很少有人了解他 随即 陆星暖无奈地摇摇头 更何况 他现在跟我们斩断关系 苏绝拧了没 你为什么针对隋怨 陆星暖冷不丁地听到这话 整个人都僵住了 陆星暖委屈至极 眼眶接着就红了 苏绝 我并不知道这些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苏绝沉默着 缺了温和 多了几分冷漠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愿吧 丢下这三个字 他便抬腿朝教学楼走去 另一边 一个瘦子一个胖子 中间夹着一名漫画美少女 朝着校图书馆方向走去 棉哥 那边是艺术楼 那边是行政楼 那边是后山 胖浩一边走 一边指着各处介绍着 陆棉素手指着后山那边 偏头问着 后山那边有什么 说起这个 瘦浩压低了声音 谨慎道 棉哥 后山有个禁地 是咱们万万不能去的 陆棉来的兴趣 清澈眸子里就写着三个字 我要去 受号无奈 继续解释道 后山有一处亭子 那亭子特别邪门 进去之后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发动 心跳加速 呼吸困难 就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 掐住你脖子一样 学校不允许学生靠近 都立了高压电网了 听说亭子底下压着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 每个学校 似乎都有点灵意传闻 昆蓬学校也不例外 露眠的眼睛就更亮了 你们回去吧 我去后山 棉哥 不能去啊 要去也得我们陪你去 露眠没这个打算 已然走了很远 还朝他们挥了下手 露眠来到了后山 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传说中的诡异凉亭 他慢慢靠近那处 闭上了眼睛 细细嗅着周围的空气 绑匪最后消失点就在这里 具体位置不小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也不得而知 如果想要调查绑架的真相 就需要仔细勘察整个学校 不能放过任何有问题的细节 不过 没等他感受到什么 身后传来丛容的脚步声 以及 一道优雅温和的男人声线 对方说道 露眠 我来了 想进去 与你无关 萧先生怎么在我们学校 露眠心中还是小小疑惑了一下 偏头问了句 萧其默笑了 挺优雅的 慢条四里的碗就衬衫袖子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你们的教导主任 其默 教导主任 露眠不知他什么意思 停下脚步 却还是乖巧的喊了声 其老师好 我不是老师 其主任好 萧其默满意了 笑了笑 以后 你们的纪律就归我管了 你可要乖一点 而在几分钟前 张校长一路从办公室把萧其默送下楼 态度恭敬的不行 萧先生 您真的决定了 张校长 请叫我其主任 张校长冷汗沉沉 萧先生 您要不再考虑考虑 这么个大人悟到他们学校当一个小小的教导主任 不授课 不开讲座 不领工资 只要求当一个管纪律的教导主任 紧进来的大佬们 都这么闲的吗 张校长 后山凉亭的事 你不想解决了 萧其默慢条思理地收回手 推了下眼镜 张校长秒怂 其主任 那您什么时候方便来上班 萧其默本来想说过两天的 眼角于光扫到不远处的某个少女 少女身材高挑 漂亮精致 即使站在人堆里 她也能第一眼看到她 那双藏在金矿眼镜后的深邃默默 染上意味不明的情绪 逼沉性感的声线平静开口 现在就可以上班了 张校长一脸问号 你见过一个学生动动手指 就能赚一千五百万吗 而且这还是他赚的第二个一千五百万 这边路眠越来越听不明白他的话 看了对方一眼 男人那一位不明的复杂笑语 让他正了正 莫名其妙 路眠摇摇头 不打算继续纠结 其主任 我回去上课了 真乖 萧其默欣慰地夸他一句 随即轻轻靠近女孩 很谦虚地讨教 我对吴成不是很了解 中午帮我介绍一家餐厅吧 去X度吧 X度比我有用 依旧是对死人不偿命的花风 我想你也不希望以后再发生隋怨类似的事情吧 我这个新上任的教导主任 不知有没有荣幸请你为我接风 提到隋怨的名字 路眠的表情接着就软了下来 不就是一顿饭的事 他请了 放学门口见 说完 踢踏着地上的小石子 又悠然地走了 萧其默看一眼那单薄的背影 再看一眼被高压电网环绕的良品 眼神越发幽碎起来 这里果然不寻常 上次赚了1100万 这次又赚了1500万 苏绍 你真是天才 未来的金融圈之神 这条消息如平地惊雷 炸得整个班级都喧闹起来 一圈人刷刷地围住苏绝 眼睛放光 苏绝自己内心是惊喜震撼的 面上却一如往常的平淡 这都是小事 苏绍 中午我攒个局 给你庆祝庆祝怎么样 谢辉扬仗义地说着 苏绍赚了钱 心里高兴 连连摆手说道 是我该请大家吃饭 中午有时间的 一起聚个餐吧 苏绍发话了 要聚餐了 中午谁去 快来跟我报个名 谢辉扬平时跟苏绍关系不错 主动承担了这个活 苏绍没理会那些 看着手机上的大笔路账 有些失神 有了这两次炒股记录 爷爷应该能对他另眼相看了吧 陆星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男神居然迎着 全班同学瞩目的眼神 来到自己的客桌前 陆星暖心跳蓬蓬加速 强压着心底的期待 中午过来吧 苏绍旦旦旦说道 还没等陆星暖开心一秒 他补充 叫上陆眠一起 陆星暖交好明媚的脸蛋 瞬间将注 放在客桌下的手 狠狠地攥着 似乎很隐忍地点了头 好 我试试吧 他们的对话 别人都听不懂 只是有些好奇 陆眠是谁 怎么感觉陆星暖 好像只是被顺便邀请了一样 陆星暖若无奇事地硬了下来 心底又狠狠地给陆眠寄了一笔 他本来都把陆眠赶出去了 为什么他还这么阴魂不散 甚至 更加嚣张肆虐在他的世界里 既然这样 那好啊 那就让陆眠去 他这次要让陆眠彻底知道 他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陆星暖随即给傅曼发了信息 妈妈 苏绝这次炒股又赚了一千五百万 他中午请我吃饭 我就不回去了 不过 苏绝好像对姐姐有意见 你能不能让姐姐也过来 他趁这个机会好好给苏绝道个歉 傅曼很快就回了信息 暖暖放心 妈妈这就给你姐打电话 不能让你解坏了苏绝对你的印象 陆眠放学后也上了车 叶锦文负责开车 陆眠和萧綦莫就坐在后座 打过招呼报上地址后 车内就一片死寂 萧綦莫放下财经杂志 有一搭无一搭地找着话题 你订包厢了 陆眠点头 定了 好定吗 好定 前排开车的叶锦文内心感慨 这嘎出天际的对话呀 当高冷漠也遇到侄女陆眠后 这话风让他只想哈哈哈哈 车子来到MMG门口 萧綦莫接到的电话 就先往里走 叶锦文去停车 陆眠就背着书包 吊儿郎当地往餐厅里去 一只脚还没踏上台阶 身后就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陆眠 苏绝从后面走来 眯着眼睛喊住了他 他挺意外陆眠能来 陆心暖也以为陆眠是来赴约的 心里暗自得意片刻 和几个小姐妹一起站到了苏绝身边 完全一副女主人的架势 姐姐你来了 绿茶的身边总会有几个小跟班小姐妹围着 他们问这个陆眠到底是谁 陆心暖没详细说 只滴滴地解释陆眠得罪过苏绝 这次是来道歉的 一众人都有些了然 对陆眠的态度也冷了下来 苏绝之前被拒绝的心情好了很多 心想他到底是个女生 估计也是被自己的炒股能力给惊到了 这是好事 他也找回了身为苏家少爷的尊严 苏绝做了个请的姿势 一起进来吧 我订了包厢 陆眠挺茫然的 所谓冤家路窄 不过如此 看着乌鸦鸦盯着他的那些学生 以及各种不怀好意的眼神 他有些头疼 很多耐烦地揉着太阳雪 顽固扯唇 你以为你谁啊 天空飘来六个字 让一众学生都猛逼了 陆心暖上前一步 温婉大方 陆眠 苏绝好心请你吃饭 既然来了 也该放下你的架子 曾那讨好的挽着他胳膊 也跟着附和 我们苏绝今天赚了一千多万 人家喊你来是给你机会 别给脸不要脸 装什么青刀啊 真青刀也不会来这种地方了 对啊 这种地方又不是谁都能来 陆眠想到富曼的电话 也明白了 他墨地勾了勾唇 突然很恶劣的笑 打住 我是来请人吃饭的 我在一号包厢 你们呢 一号包厢 是这里最尊贵的包厢 一项只留给特定的贵客 陆心暖看向苏绝 苏绝咱们定的是 相信以苏家的财力 这回肯定能压陆眠一头 可是 苏绝的脸色无比难堪 他凝掖了半声 才咬着牙根开口 我们是普通包厢 陆心暖也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本来是想给陆眠难堪的 没想到自己先拉了面子 陆眠怎么有资格 去那么高档的包厢 又是怎样的贵客请他去的呢 陆眠 你真的没必要扯这种谎话 没意思 他摇摇头 然而就在众人组织语言 在进行下一波攻击的时候 一个长相俊颖 气质温和的年轻男人 走到了陆眠的身边 小绵绵 愣着干嘛 快进去啊 七哥等着我们呢 叶锦文从后面走过来 无比亲切地叫着陆眠 看到这群人似乎在为难陆眠 他很是仗义地将陆眠护在身后 口气略冷道 苏小少爷 你有事找我们家小绵绵 在他有些冷的眼神下 苏绝终于找回了神志 他艰难开口 无比恭敬着 叶 叶先生您请 他很有自知之明 主动让开了路 因为苏家在吴城再有权势 也不如景经的家族 陆眠暖压着心中不满 上前小声问着 苏绝 那位是 叶锦文叶医生 叶医生 陆眠暖眼神微闪 想起了什么 明明是个斯文优雅 无比正经的男人 可他此时此刻的行为 却像是在欺负小兔子的大灰狼 等陆眠走远后 周围的同学来了兴趣 这会儿也愿意听一些八卦 原来 他就是陆眠的心理医生啊 听说陆眠治疗了好久都没有痊愈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啊 一号包厢 萧綦末已经坐在那里了 见陆眠和叶锦文一前一后走进来 萧綦末率先察觉到了他的异常 怎么了 男人优雅如常 叶锦文按桥着专注玩游戏的陆眠 走到萧綦末身侧 滴滴地说了几句话 陆眠对他们的悄悄话并不感兴趣 眼皮都没抬一下 只是耳边很快响起萧綦末 优雅中又带着几分冷沉的声线 请着的老板过来一趟 得嘞 列锦文硬的欢快 颠颠地跑出去执行了 陆眠干脆摊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萧綦末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 微微坐直了身体 侧眸笑着 怎么 不当着教导主任的面玩手机了 陆眠轻笑一声 眼也不睁 现在在校外 齐主任 他刚刚说完 便觉得头顶多了一层头颖 懒懒地睁开眼 萧綦末双手撑着沙发背 身体微微倾斜 猴影正好将陆眠包裹在沙发上 他自上而下地俯视着这个纹固不羁的少女 还带着几分侵略性 陆眠的心漏跳了一拍 这人 有点小帅 若是在学校抓到你 我是要搜身没收手机的 明明是个斯文优雅 无比正经的男人 可他此时此刻的行为 却像是在欺负小兔子的大灰狼 或许直觉上这个男人不会伤害自己 所以才一而再地默许他靠近 包厢外面响起两道脚步声 萧其默和陆眠是同时起身的 因为起身的速度不一致 导致陆眠的额头不小心擦着萧其默的下巴 那一瞬间的触碰 随时冰凉 却点燃了某种火苗 让两位大佬互相眯了眯眼睛 谁也看不懂对方的心思 门就在此时此刻推开 叶锦文正带着MMG的老板过来 一转眼 就看到这俩人静住在原地 动作僵硬的像罚战似的 很莫名其妙 齐先生 请问您有何吩咐 萧其默笑了笑 挺温和的 于老板 把今天苏家订的那桌包厢退掉 损失由我十倍承担 足足十多个人的团体 尴尬地站在MMG门口 大眼瞪小眼 猛逼加茫然 苏爵 这是怎么回事 陆心暖担忧着 吃饭事小 可被人赶出来的感觉 实在太尴尬 也太丢脸了 旁边那些个想要跟着沾光 享受MMG美食的同学 面面相许 不知道该说什么 会不会是陆眠 陆心暖有意引导 苏爵的视线 从MMG的牌子收回 落在陆心暖身上 你为什么总是针对他 先是诬陷陆面有精神病 现在又引导我恨陆眠 有些人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好自为之 此时此刻 他已经懒得提醒什么 只是在想 这次大概真的得罪人了 之前炒股的那几分畅快感 现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午 萧其默把陆眠送回学校 亲眼看着他进了班级 才和叶锦文离开 叶锦文一直追在身侧 七哥 你今天为什么喊我过来 萧其默指了指办公楼方向 声色淡淡 给你安排了一个新任务 替我当好这个教导主任 这一本正经的口气 让叶锦文差点气味过去 七哥 你别太过分 是你自己要来当教导主任的 干嘛还拉上我 我自己的诊疗所还顾不过来 是吗 萧其默回头看他一眼 眉眼清淡 声音也很平静 一个被患者反控制的人 有什么脸继续当心理医生 卧槽 就一次 是绵绵太聪明 不是我太惨 他们俩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 环境挺幽静 一看就是校方精心布置过的 叶锦文正闲得无聊 打开的校园贴吧随意浏览着 而一条热度很高的帖子 横跟在头板 引起了他的注意 警惕你身边有心理疾病的人 卧槽 叶锦文到底还是骂了出来 患者本身已经很痛苦了 还要被拿到面上口注笔了 这是对患者的双重伤害 就在他义愤填膺的准备跟铁回复时 却呼地发现 哦呼 叶面打不开了 七哥 帖子你删的呀 大佬莫不作声 算是默认了 叶锦文探过去身子 隔着办公桌凑向萧齐木 一脸的八卦 七哥 你对路面好像不太一样啊 仅仅因为他是找到神秘人的唯一线索吗 又是替人家出气 又是送人家回家 现在还默默地删帖子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他说话间 萧齐木已经起了身 修长手指顺手一戴 勾着西装外套往身上披 我是教导主任 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 他一边说 一边走出了办公室 叶锦文无语了 你特么让我丢下心理诊所 骗我来昆鹏学校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校园贴吧里 关于路面的帖子 就像是石子头湖 在湖面上泛起轻微涟漪后 就恢复了平静 在让更多人看到之前 萧齐木下手快准狠地删了帖子 可是 防得住网络 防不住嘴 关于路面有心理疾病的传言 很快就在个年级蔓延开 甚至还有好几个家长联名 给学校打电话 让校方必须把这种 有潜在危险的学生赶走 不然他们家孩子的生命安全 无法保障 必须让他退学 不过事件中心的路面 好像并没有受什么影响 年哥 你别把这些释放在心上 贴吧里的东西 都是胡说八道的 这样的语言暴力 谁能受得了 年哥 他们就是嫉妒你的美貌 这话说的 让路面倾笑了一声 他手里的圆珠笔不转了 轻轻在自己脸颊上蹭了蹭 他很认真的点头 是该嫉妒 对面受号脸颊输地通口 好看好看太好看了 不过那帖子现在已经删了 没多少人看到 他努力找回了声音 山啊 是谁在帮我 难道是他 路面有些莫名其妙 起身就往厕所走 悄悄给林发了条短信询问 林却回复说压根不知道这件事 不是他的人 又会是谁 卫生间里 凑着三三两两的女生 他们瞧见路面的时候 一个个全都抱团离得很远 仿佛他是瘟疫 随时都能传染给他们疾病 其中一个女生 似乎早对路面不满意了 很是英勇地站了出来 路面 你别吓唬他们 你自己有病 就不该出来吓人 路面收起手机正烦躁时 偏头就瞧见一个女生 冲自己张牙舞爪 言辞犀利 路面脸了脸语节 两步就来到那女生跟前 对方有些胆颤 但还是哽着脖子强撑着 他后面的小姐妹 扯了扯他的衣角 让他小心点 你犯病了吗 你别乱来 学校不会放过你的 路面看着这群明明狠鹿 还嘴上不饶人的学生妹 突然邪气地勾起了唇角 又冷又狠 他微微靠近那几个人 几个女生吓得不行 直接失控地尖叫起来 路面挺无辜的 若是他真的出手 这群人早就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别叫了 他很烦地揉着太阳雪 那双清澈冷冽的眸子看着这几个女生 缓缓开口 知道上地造人的时候 为什么让人有一对耳朵 一双眼睛 却只有一张嘴吗 女生们纷纷茫然 多看多听少说话 那是因为 路面放慢了语气 阴沉沉地眯着眼睛 绝对强大的人 他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女生们骇然 被他的气势吓到 纷纷逃离了卫生间 路面走出来时 正巧看到拐角处 正站着一个金贵男人 他身体轻轻靠着楼梯扶手 眉眼淡漠疏离 双手抱在胸前 正嫌是从容地望向他 仿佛早就预料到他会出来 谋底没有丝毫意外 教导主任啊 路面顿了顿 走过去平静又无辜地解释道 我没动手 萧綦默顿了顿 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没关系 便将这个话题掠过去 也不知道是这件事没关系 还是打了人没关系 为什么不告诉别人真相 萧綦默静静地问着 他是726事件的受害者 是被放弃过的无辜人 好不容易回来了 却还要遭受旁人的恶意揣测 路面冲萧綦默白白手 其主任 该上课了 你不会耽误学生上课的 对吧 萧綦默有些不情愿地点点头 随即语速有些快地说道 帖子ID是手机号码6666的人发布的 机主姓名叫陆星呢 路面脚步顿了下 回头 眼底一片了然 他呀 知道了 谢谢 萧綦默目送路面回了教室 回到办公室 叶锦文正一脸八卦地等着他 怎么样 又去慰问路面同学了 他笑着 心想现在的七哥 大概只是路面一个人的教导主任 这会儿正听到广播中出现了路心满的声音 萧綦默声色淡淡 你去执行个任务 又有任务 叶锦文听到任务内容的时候 一张娃娃连款了 也只好屁颠屁颠地往校广播室感觉 广播室里 小学妹看到叶锦文敲门 震了一下 好帅啊 叶锦文低声跟他说了几句话 小学妹就欢快地走了 路心满不解地看着叶锦文 你有什么事吗 叶锦文双手撑着桌子上 那张娃娃脸笑眯眯的 路小姐 听说你把我跟路眠的医患关系 传出去了 叶锦文是笑着说的 可是脸上的表情挺吓人 路心满没见过这种架势 也知道他是个有名的心理医生 一时间正愣在那里 等反应过来后 眼眶接着就泛了红 叶医生 你误会我了 他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 叶锦文责了一声 这女孩虽然年轻 演技倒是挺好 不往娱乐圈发展真是可惜了 路小姐 我有个朋友在当演员 要不要她介绍你入行 叶锦文很不优雅地翻了个白眼 往桌子上一座 说吧 为什么要这么伤害路眠 您在说什么 路心满委屈巴巴地看着叶锦文 叶锦文却面色冷淡 以路心满和路眠是双胞胎姐妹 但我不知道 怎么 对外从来没说过你跟路眠的关系 你是有多嫌弃她 是 我跟路眠确实是双胞姐妹 像是很难以启齿一般 路心满咬着牙才说出口 叶医生 既然你都知道 那也该清楚路眠确实不正常 她也确实在你那里接受过心理治疗 如果你是怪我把这个消息说出去了 那你真的怪错人了 我没有说谎 我这个心理医生都没给她下诊了 你倒是厉害 直接给她盖了戳 说她有心理疾病 你看她那个样子 她像个正常人吗 路心满越说越理直气壮 那我也以一个专业心理医生的身份告诉你 路眠她很正常 叶锦文口气坚决 倒是你跟她明明是亲姐妹 还在背后抹黑她 把她挂在了校园铁巴上 任人议论 我看你才是心理扭曲吧 路心满背对了一番 咬着唇心理百转千回 叶医生 我没有抹黑她 是她自己满身污点 我爸我妈都不喜欢她 家里所有人都嫌弃她 你还觉得她很正常吗 叶锦文清喝了一声 那我倒是想问问 你们路家人还有清清可言吗 两年前的七二六绑架案的内情 别人不知道 你路心满 你们路家还能不知道 路心满忽然僵住了 愣愣地看向了叶锦文 对方冷峻如冰的双眸 让她心里狠狠地打了个颤 绑架案的内情 这可是他们路家 咬死不说的禁忌 与此同时 昆蓬校园内炸开了锅 这俩人的对话 完完全全地被广播了出来 让一众学生都惊呆了 好像窥探到了什么大秘密一样 天啊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 一时间 路心满甜美女神的形象 直接跌到了壁上 摔得粉碎 而在高一二十五班 胖号和兽号兴高采烈的 指着教室的广播音响 震惊地凑到路眠跟前 棉哥 你竟然跟笑花式双胞胎 可你俩长得完全不一样啊 路眠无所谓地转着比 异乱而已 他为什么陷害你啊 明明看起来挺精准的 是啊棉哥 七二六绑架案是什么意思 是两年前轰动全国的那件事吗 这里面有什么内情 大家议论纷纷 对路眠的态度 也有了一些转变 安静安静 快听陆兴暖接下来怎么说 教室里安静如鸡 全都竖着耳朵听八卦 所有人都在讨论着他俩的事情 路眠这个当事人却像个局外人 只觉得周围很吵 他在思考 这特么又在搞什么 删帖子 找陆兴暖套话 估计都是那个男人的杰作了 他嘴角轻轻扯了扯 清冷的视线看向窗外 有些失神 被人这么关心着 好像还行 而这边毫不知情的陆兴暖 似乎越说越恼恨 越说越激动 叶医生看来知道的不少 他悠悠地开口 是 七二六绑架案 确实没那么简单 当时绑匪绑了我和陆兴两个人 让父母筹钱数我们 五百万一个人 一千万两个人 没钱救救不了人 陆兴暖音策策地说完 口气中似乎还带着几分得意 我家只凑到了五百万 爸妈只能在两个孩子中选择一个 呵呵 陆兴从小就不讨喜 谁都管不了他 所以 他又凭什么让爸爸妈妈选择他 爸妈喜欢的孩子是我 他们第一个要救的当然也是我 听说 你二叔家挺有钱 这才是叶锦文很不理解的地方 他们家若是借钱 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叶医生你也太天真了 我二叔家有钱 那是他们的 爸妈已经跟他们借了快五百万了 怎么可能再开口借一千万 就算救了陆免 他这辈子能赚到五百万还上债务吗 我爸我妈还有我 我们难道不生活了吗 这理由 叶锦文是福气的 因为担心陆免还不上 又怕债务压到他们一家人身上 所以就放弃了一个孩子 那是一条命啊 他难以想象 陆免在听到亲生父母说救妹妹的时候 他会有多绝望 明明放下所谓的面子 就能借到钱 明明有能力就却不救 这性质完全跟没能力就有着本质区别 陆免到现在情绪能这么稳定 他已经很善良了好吗 你们有没有想过 他其实也很想活 叶锦文声音有些哑 谁不想活着呢 我又做错了什么 陆兴暖无奈地笑了笑 你看 他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叶锦文张了张嘴 他彻底无语了 一家人除了陆眠 真够奇葩 他也根本不愿意跟陆兴暖再多说什么 甩袖离开了广播室 陆兴暖稳了下心神 像是打了一场艰难的战营 他最后勾起了胜利的微笑 他长输一口气 打算继续进行广播 然而 小学妹从外面走进来 脸色怪异地看着陆兴暖 陆兴暖有些烦地问道 支支吾吾的 有事吗 陆学姐 小学妹艰难开口 你刚刚说的话 全都播出去了 陆兴暖大惊失色 你说什么 平时都是妹妹欺负姐姐 今天妹妹的小心机 被所有人都听到了 陆女神的心可真大 坑了亲姐姐一把 还能若无其事 则 就是说 要不是亲耳听到她自己说了这些事 谁敢相信 之前口口声声说人家陆兴有心理疾病 要把人家赶出学校 还说自己压根不认识陆兴 脸呢 我要是陆兴 我活着回来了 第一件事就是先报复陆家 陆兴暖听着这些声音 眼泪刷刷往下掉 她从未受过如此羞辱 从未丢过这样的脸 看着这群平时都哄着她 捧着她的同学 心中悲愤交加 恨得不行 她苍白无力地辩解着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当时也被绑架了 我难道就不无辜吗 是她不想承认我们关系的 是她跟家里断绝关系的 从来不是我 藩里起哄一片 压根不相信 苏绝也正在教室里 听着这些议论 心里有些烦 她从座位上起身 朝着陆兴暖走来 苏绝 快帮我说说话呀 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都是陆兴她 只是 苏绝连一个眼神都没给她 绕过她身边 走开了 空中只留下她清冷的声音 我警告过你了 是你自己不听 陆兴暖死死地咬着唇 留下了屈辱而痛苦的泪水 陆兴暖还在装白脸呢 亏我以前还觉得她是个女神 此时 学校已经放学 校门口没有多少学生了 抬头准备拨马路时 却瞧到对面法桶树下 站着个儒雅金贵的男人 他单手抄着口袋 喉颅微微偏着 夕阳的光洒在他身上 镀上了一层光韵 像是一幅赏星月幕的画卷 让陆兴的右手 忍不住痒了起来 很快 对面的男人看到了她 隔着一条马路 男人冲她伸出了右手 声音轻润 沁入骨髓 陆兴 回家了 家 陆兴这是第二次 从萧綦莫口中听到这个字 这也是她第二次 因为这个字而失神 她神情恍惚 看着对面男人 就仿佛回到了幼儿园的时候 周一到周五 父亲都会站在校园门口的一棵老白树下 冲着她和陆兴暖着手 绵绵 暖暖 回家吃饭了 就如同此时的萧綦莫那般 迎着夕阳 满身辉光 陆兴下意识地抱了抱自己 海角走过去 眼前却突然飘来一道人影 她收住脚步 看向来人 陆兴同学 我等你好久了 这束玫瑰花送你 青涩的男孩子 立把将大束玫瑰花 塞到了陆兴怀里 眼神带着期待和羞怯 还想再说什么 可挠着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掉头就跑走了 又一个 萧綦莫在心里默默地记了一笔 宁某瞧见对面女孩 抱着花束朝自己走来 她觉得这不是她想象中的剧情 本想说什么 看到她巴掌大的小脸 过于苍白 脱口而出的话 也只能是关怀 你怎么在这儿 接你放学 其我 其主任对学生 真是关怀到家呢 她依旧是那副玩世不公 游戏人间的模样 其实萧綦莫 更想关怀她的身体 只是不想唐突了她 反正顺路 萧綦莫言简一呆 然而 萧綦莫的焦点 却在她手中的花上 抱着不累吗 拿回家有用吗 高中生哪来的钱 买这么大束玫瑰花 还不是用的父母的血汗钱 小小年纪就知道 送花讨女孩子欢心 一看就是情场高手 她这个教导主任 可不是个板上 阿T 正这么想着 男人冷不丁地打了个喷嚏 她掏出白色手帕 有些茫然地揉着鼻尖 露眠醋眉看她 阿T 阿T 又是两个喷嚏 即使是打喷嚏 男人天生的完美颜值 也让她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优雅从容 不疾不虚 萧綦莫白手帕斯文地捂着口鼻 金矿眼睛下的毛子 带着些许歉移 我好像花粉过敏 露眠震了震 装得还挺像回事的 倒也没犹豫 直接将玫瑰花 丢进了附近垃圾桶 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了 有生之年 我居然被女孩逼动了 两人正好走进电梯间 露眠拢了拢书包带 缓步走进萧綦莫 小脸虽然是苍白的 可那双性眸里的光彩 却耀眼如星 萧綦莫一正 有生之年 我被女孩逼动了 优雅从容如萧綦莫 这时候也不免崩了身体 心跳漏拍 她的动作定格 任由她慢慢靠近 细数她与扇斑的卷翘睫毛 不断放大她白瓷般的无暇皮肤 心情十分之复杂 她很快看到 那双清澈眸底的鱷鱼之意 她脸了脸眸 她这是什么意思 仅仅在几秒钟之内 萧綦莫的心情 就经历了百转千回 不过她自控力向来很强 面上不显山不露水 连露眠也看不出来 她有什么异样 唯有紧动的男性身体 提醒着女孩 她紧张了 露眠轻笑一声 收敛了玩世不恭的情绪 取而代之的是轻略的声线 如小恶魔一般认真吐出 字句清晰 让一下 我要摁电梯 萧綦莫的第一反应是回头看身后 当看到被自己挡在身后的电梯按 她脸上的优雅差点崩排 强行从容一笑 快速伸手摁了电梯 电梯门钉地打开 她率先走进去 就在她以为 自己躲过一场大型尴尬场势 又听到后面飘来 悠哉悠哉的顽固声音 齐主任 忘了提醒你 刚才的玫瑰花都市花苞 没有花粉 她真是傻 竟然妄想跟一个侄女 谈壁东谈浪漫 萧綦莫这张优雅斯文的脸 最终还是变了色 小混蛋 暗自称骂了一句 她长臂一声 直接将露眠带进了电梯间 或许是猝不及防 或许是意外之外 反应力武力直都顶好的露眠 却更主了 毫无征兆地直接栽进了她的怀 与萧綦莫撞了个猎解 男人趁机转身 将她堵在了电梯墙角 露眠很意外地表现乖巧 只是膝盖微微曲着 依旧是占没个占样 萧綦莫叹一口气 瞧着她那张发白的小脸 就无可奈何了 认输 我只是想说 今天学校里的事情 是我做的 我身居教导主任的要职 就得为学生负责 露新了匿名发带有引导性的帖 还在上课传小纸条 这是对她的一个警告 也顺便还你一个清白 露眠抬眸看她 不怎么相信的样子 大概是不太相信她前面那几句话 至于后面这一句 她抿了抿唇 到底没说什么 到达八楼的电梯 眨眼一瞬 露眠平静地拨开萧綦莫的胳膊 目不斜视地来到了家门口 萧綦莫跟着出来 侧头邀请了一句 来了我家坐坐吗 不了 我家的床比你家沙发舒服 林已经把她的定制床安排过来了 露眠有点看不懂萧綦莫娜 欲言又止得复杂情绪 但也没心思多想 她想躺着 现在急需躺着 刷了指纹进了房间 强撑着的身体 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她一头窝进舒服的大床 痛 浑身都痛 她抬手看了眼电子表上的记录 叹气 果然 又到日子了 露眠抱着被子蜷缩在床上 很快 林的短信也到了 林 年哥 你今天身体怎么样 那个 该来了吧 后面还附了一张痛经蘑菇图片 林 嗯 今天 林 靠 你一月一次的劫难了 我去找你 林 我隔壁住着景京萧家人 你们不要露脸 林那边似乎顿了很久 最终发过来一句家里老人说 生了孩子就不痛了 你要不要找个人生一个 林 滚 她指尖微颤地发完这条短信 随手将手机丢进了被子 她痛惊 痛到死的那种 这不是娘胎里带来的 而是在那次绑架时 落下的后遗症 每个月一次 身体必然会遭受被拆碎重组 再拆碎 再重组的痛苦折磨 她捡回了一条命 却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也许中此一生 她都要忍受这种折磨 文林 在这个时候想了起来 是萧綦末 而当萧綦末走进来的时候 陆绵也已经提了一口气 若无其事地站在了她面前 仿佛刚才痛到撕裂的人 不是她 有事吗 她双手抱胸 安静地靠在鞋柜边 萧綦末自嘲一句 自己也有被人闲了一天 而后提起手里的MMG养生餐 我家饭来找我家筷子吗 眼前的这个男人 用斯文败类这四个字形容 真的非常贴切 表面上一派千千君子 彬彬有礼的模样 实则腹黑又无耻 她看着男人一 将养生餐摆在桌面上 还擅作主张地去了厨房 将那双她借来的筷子拿出来 规规矩矩地放置在了座位两侧 陆眠就那么看着她的背影 没有阻止 却很快听到她缓慢而凝重的声音 背对着她 轻轻传来 陆眠 如果很痛 就不要伪装下去了 女孩的心 莫名被什么击中 下一秒 优雅男人已经来到她身侧 很绅士地扶着她的肩膀 带着她往卧室方向走 她脸上的苍白 早就证明了她不舒服 借口送饭 却也只想看看她到底怎么样了 她真的不舒服 却还在粉饰太平 试图骗她 真是个小骗子 陆眠心情复杂 被她扶着回了舒服的大床 抱着背子 有些闷地说道 不要以为你很了解我 那 喝点红糖水吗 陆眠顿了一下 这个男人连这个都知道 于是声音更闷了 嗯 萧綦莫给陆眠接了一杯红糖水 递到她嘴边 让她喝了下去 从头到尾都是很绅士的照顾 不远不近 恰到好处 或许因为这种细微的照顾 让她觉得 好像也没有那么痛啊 是错觉吗 她有些恍惚 嗡 手机震动的声音 让她回过了神 陆眠拖着身体 想要去够丢在床边的手机 却发现手机率先被一个男人拿起 她当即迷起了眼睛 眼底闪烁着几分或明或暗的暗盲 陆家 应该是你家人打来的 哦 陆眠撑起的手臂释放掉力道 眼底的暗盲连起 没什么耐心的 挂了吧 一句话没说完 却错愕地看到对面萧綦莫 接通吗 那边傅曼近乎咆哮的声音 隔着手机听筒都能感受到 她山崩地裂的情绪 陆眠 你对你妹妹做了什么 你是要毁了她吗 你是故意让她在学校里待不下去 是不是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还恨着我们 我就知道你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傅曼的声音里带着强烈的指控 她像是遭到重大打击 憋在心里的那些话 全都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陆眠 绑架案已经过去了 过去两年了 你为什么还要翻出来 为什么还要利用别人的同情心 来诋毁你妹妹 那件事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她那么优秀 那么善良 她又有什么错 闭口气咆哮之后 傅曼察觉到这边有些过于安静 她又吼了一句 陆眠 你说话 陆眠这时候不光不想说话 还想砸了手机 陆心暖怎么样 关她鸟事 她脸上的烦躁 萧綦莫全都知道 她将手机放在耳边 吐息清晰而冰冷着 您好 我是昆蓬中学的教导主任 齐木 傅曼有些不确定的声音传来 请问老师 陆眠的手机 怎么在您这里 傅曼一时间还挺尴尬的 毕竟她能当着陆眠的面说那些话 可当着领导老师的面 这姿态就有些不合适了 如果进而影响到老师对暖暖的看法 那更是雪上加霜 她连忙端正态度 抱歉老师 刚才不知道是您 是不是陆眠上课玩手机 被您没收了 萧其默没什么表情的哼一声 迎着陆眠莫名其妙的眼神 他自顾自地抄着孔带 往客厅走去 不是 陆眠表现很好 这不可能 傅曼果断开口 萧其默没打算继续纠缠这个事 双腿叠放翘着二郎腿 他眼底下的腹黑之音 越发明显 说起陆星暖 我倒是想跟您交流几句 傅曼听完后 一开始兴师问罪的那些力气早就没了 很谦虚地开口 老师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要不然这样吧 找个机会 我请明吃顿饭行吗 傅曼的态度非常恭敬 几乎是讨好的 男人逆了眼窝室方向 声音特别冷地回了句 不必 还有 以后有事冲我来 不要打扰我的学生 变果觉得挂断了电话 陆家那边应该暂时不会打扰你了 我都帮你解决好了 你好好休息 如果陆眠没有听错 这话里的语气好像还带着 几分邀功情赏的意味 他淡淡地脸了下雨节 完事不恭地挟起唇角 很真诚地动了动 齐主任 谢谢 男人倍感欣慰 屈膝准备坐下时 却又听到他平静无波的声音 你慢走 不送 肖其末的动作 就那么在半空中顿了一下 也仅仅是一顺而已 他伸手扫了扫裤腿不存在的褶皱 很自然地直起身子 你好好休息 肖其末抬脚离开了陆眠这里 经过餐厅时 餐桌上的两双筷子让他无奈地笑了笑 自家的两双筷子都在这了 也好 陆眠没有请假 第二天照样来上学 仿佛昨天的事情压根没发生过 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同学的态度依旧是冷干疏离的 对熟人也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棉哥 抄卷子吗 今天要收的 前排胖号热情地递过来 自己填得满满当当的试卷 颇为自信地摊在了他面前 陆眠漫不经心地扫一遍 癖坏地笑笑 不了 我可不想抄这张十二分的卷子 俩人同时愣住 同时发出了灵魂拷问 棉哥 你咋知道这卷子得十二分 陆眠无所谓地赚着笔 我瞎猜的 这时陆星暖走了过来 对着陆眠说道 马上要月考和物理竞赛了 希望到时候你还能这么风轻云淡 陆眠回头看了陆星暖一眼 挺莫名其妙 他的月考和他的物理竞赛有无关系 可也懒得跟陆星暖纠缠 只说了句随你便抱着选好的几本书 悠悠然离开 陆星暖心里气得不行 用了很大的自控力才能继续维持表面端庄 他心中暗暗下着决心 这次竞赛 他一定要考第一名 他要用学习成绩告诉所有人 他比陆眠优秀多了 他比陆眠更值得备救 郭子浩 袁浩 你看看你们俩 一模一样的十二分 当老师是傻子 看不出来这是抄的 下次再让我发现抄卷子 你俩就别上我的物理课了 俩人齐齐盯着卷子上鲜红的十二分 陷入了迷之震惊 所以 年哥到底是怎么猜到的 这时 陆眠手机上收到了随愿的信息 绵绵 你去参加物理竞赛吧 就当是为了我 我就想看到我们绵绵的第一的样子 陆眠失笑 盯着短信仿佛看到随愿晃着小光头 狡猾地冲他笑 真是拿他没办法 陆眠 来我办公室一趟 陆眠柔柔眉心 丁老师天天没事做梦 非要盯着他 他慢条斯理地将手机揣兜里 双手干脆也放在兜里 第二郎当地跟着去了办公室 明天月考 要不我给你画几个重点吧 陆眠的心情挺复杂的 他脚尖随意地在地上点着圈圈 平静而懒散道 丁老师 我不用 他的一腔热血哽在嗓子里 办公室走进来几个老师 他不得不验回去 丁老师 你电脑连接了打印机 帮我们打印一下学生的物理竞赛准考证 陆眠脸着好看的眉眼 突然打断他 生线淡淡 丁老师 我能借用下你的电脑吗 等会儿 我先给这几个老师打下准考证 老师 我有个问题 挺极的 陆眠坚持 什么问题 丁猜一边操作电脑 一边探过身子 就是这道物理皮 陆眠刷刷刷在纸上写了串文字 推了过去 丁猜本来只是侧身一看 却在看到这题目的时候 眼睛蹭得亮了起来 他是物理老师 自然对物理体很感兴趣 电脑给你用 我先看看这题 丁猜很上道地将电脑让了出来 陆眠坐过去 轻轻掰了下屏幕方向 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操作着 一屋子的物理老师都凑到了丁猜这边 拿笔的拿笔 算数的算数 一时间五六个老师都没能给出答案 这题目有点意思 此时 陆眠也收了手 老师 忘了跟您说了 我报名了物理竞赛 也辛苦你帮我打印一下准考证了 陆星暖看着陆眠 居然还敢来参加物理竞赛 他确定不是来找虐的 这次 陆眠主动撞上来 就别怪成绩出来后 场面难堪了 思极至此 他垂下头 开始绞尽脑汁的做题 而在陆眠的斜后方 苏爵也发现了他 诧异的同事还多看了他两眼 从他出现后 他的脑子就已经乱了 他怎么都看不懂这个女孩 知道的越多 就越觉得明明 就像现在 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竞赛考场 爷爷曾说他们苏家配不上他 到底什么意思 一想到这些 他也没什么心情考试了 考试时间过得很快 一道先受高挑的身影 已经走到了讲台处 萧卷 监考老师不是很确定地问着 低头确认下时间 还有两个小时考试才结束 陆眠点点头 平静地将卷子摊平在讲台 不等监考老师苦心挽留 他已经一手揣着校服口袋 一手转着笔 吊儿郎当地走了出去 一个小时就交卷 实锤 这就是个打酱油的 不过很快 阶梯教室里又有人离开了座位 提前交了试卷 监考老师挺懒闷 目送一米八的男生离开 拿起刚交的两张卷子 一张纸做了一小半 一张倒是都填满了 无奈摇头 而陆星暖在亲眼看着陆眠交卷 又目送苏绝仓促离开教室后 手里的曹宝纸都快被他钻弯了 陆眠不会这些提 早交卷也就算了 可苏绝的追随离开 让他产生了一种背叛感 在下笔时 试卷上的题目 怎么都解不出来了 苏绝追着陆眠跑了好几步 才拦下他 你怎么来竞赛了 陆眠没理他 无奈烦的表情只有一个意思 默挨老子 苏绝挺尴尬 但还是追了上去 听说你从家里搬出去了 你现在还在上学 又没有收入 你却不缺钱 我这里有 你先拿去用就行 陆眠侧谋 莫名其妙地逆开一眼 不缺钱 谢谢 苏绝下意识伸手扯他 手刚伸出去 便迎上陆眠那双冰冷透骨的眼神 飞唇勾着笑语 又斜又裂 放开 我赶时间 苏绝不死心地跟在后面 一边追还一边喊他名字 直到一道知蓝玉树的男人 拦在十字路口 他视线锁定着苏绝 卓尔不凡的气场 一下子将苏绝压了下去 其主任好 苏绝嘀嘀喊了声 对于这个教导主任 他会莫名产生一种敬畏 就好像明知道他不会对自己做什么 潜意识却在告诉自己 这人绝不能得罪 但余光却追随着路眠的背影 挺急切的 别人考试的考试 上课的上课 你这样吵吗 合适吗 四平八稳的标准教导主任台词 萧其默说起来一点都不觉得为何 苏绝垂下头 其主任 我知错了 回你自己的教室 苏绝不太想 好不容易跟路眠单独说几句话的 怎么 想让我送你回去 苏绝到底是心不甘 情不愿地回自己教室了 走之前还深深地 往路眠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 城北一家酒吧内 路眠换掉校服 一身黑色长裤 短袖 出现在了酒吧内 他淡定地坐在吧台 只要了一杯冰水 萧其默从二楼包厢下来的时候 第一眼就看到了吧台处的他 周围的一切都很喧嚣很热闹 他却自成一个世界 将所有东西屏蔽在外 一个女孩子来这种地方 太不安全 更何况 还是个这么惹眼的女孩 更何况 他不是来那个了吗 喝冰水像什么话 修长手指捏了捏鼻梁 这脾气就上来了 抬腿就朝路眠走去 七哥 他们在二楼弃牌室 要约人打牌呢 等着 萧其默冷冷地回了去 走了两三步就来到路眠身侧 他金贵沉冷地靠着柜台 伸手便抽走了他手里的高脚杯 肚子不疼啊 路眠从错愕中抬起头 见到来人是萧其默 表情一言难尽 怎么哪哪都是他 这没良心的小混蛋 他前两天刚给他在温水里 放了那么珍贵的滋养药物 他倒好 转头就来酒吧喝冰水 肚子不疼啊 他声音算不上温和 路眠顿了顿 还行 怎么来酒吧了 姐们 他面不改色地回答着 萧其默也不做他想 下巴围扬 是一二楼方向 楼上有七拍室 比这里安静 我带你上去姐姐们 路眠心想这家伙 怎么这么爱管人呢 萧其默推开走廊尽头的包厢门 非常绅士地请路眠先进去 叶锦文正跟几个人吆喝着 见路眠走了进来 择了一声 几眉弄眼地凑到了萧其默跟前 七哥 你不是去解决生理问题了吗 怎么带回来一个 偶遇的 叶锦文端起看好戏的架势 熊熊八卦之魂简直不要太明显 萧其默没理他 招手让服务生过来 叫了一杯热牛奶 小孩子就得喝小孩子的饮料 路眠挺无奈的 舔了下唇半 很快一杯热牛奶递到了他手上 他只好捧在手心里 他不会打牌 就坐在萧其默身后 吊儿郎当地晃着一双腿 一小口一小口地戳饮着牛奶 十足乖巧的学生妹 萧其默对此很欣慰 亦是觉得这样做着 还挺好 就是简单的牌局 图个乐子 两个陌生人中的落塞壶 突然看向路眠 择了一声 要不 让这个小妹妹帮咱们洗牌 被突然点名的路眠震了震 很认真地解释 我不会洗牌 落塞壶就更满意了 要的就是不会洗牌的 多少也能增加点乐趣吗 要是玩得开心 说不定 萧其默修长的手指递出一张牌 指尖压在桌面上 他说了不会 声音平静 低沉中带着几分微压 对方不太死心 还直接笑了起来 不如这样 如果这把你们赢了 你们可以对我提一个要求 如果我们赢了 我就对你们提一个要求 怎么样 萧其默和叶锦文的眼神 在半空中交汇 这个落塞壶他们盯半天了 确实很需要从他口中 探知到一些信息 但牵扯到路眠 这个念头便很快打笑 落塞壶还在等待回答 路眠将粉色的 可爱牛奶杯放在旁边 站了起来 浅浅笑意中带着若隐若现的邪气 好啊 落塞壶满意的点头 萧其默拧着眉心 那我就随便洗洗吧 他看着落塞壶 唇角笑意更加斜刺起来 拆开一副崭新的扑克牌 路眠接过来 拿在手心一张一张的碾开 动作看上去没那么熟练 却是一幅让人一不开眼睛的画面 他的手指纤细而优美 干净原始的淡粉色指甲 留得不长不短 透着一种健康清透的美 一张张纸牌漫不经心的 在手上过来过去 让人觉得看他洗牌 都是种享受 落塞壶眼底的光更亮 小妹妹 你这样洗牌 是洗不开的 他摸着下巴 笑得如老狐狸 你放在桌上 我交给你 路眠偏头看了他一眼 清澈冷冽的墨眸深处 明明烈焉的嘲讽一闪而逝 并不听落塞壶的 指牌啪啪地在他手上过了几遍后 他很利落地放在桌子中央 洗好了 来 咱们继续 小妹妹给咱们洗的牌 肯定能让我手气大增 黄老板 你今天手气好 绝对能赢 落塞壶对面的跟班 弓围着 落塞壶线摸牌 手指兴奋地乱动着 划走第一张扑克牌之后 择了一声 让我看盼是什么好牌 拿到手里 红桃四 他脸上的表情挺嫌弃的 而轮到萧綦莫时 他手指夹着那张纸牌中最大的大王 颇为意外 今晚 还是第一次摸到这么大的牌 他身体往后微靠 低声野鱼道 洗得不错 路眠正翘着二郎腿玩游戏 管事不恭 百忙之中才懒洋洋地搭理了他一句 随便洗的 男人盯着手里的无敌王炸牌面 沉默了 这牌好的让他有名牌的冲动 对面的叶锦文一如是 姿态轻松 胜券在握 人都快在椅子上坐不住了 反观落塞壶一伙 脸色沉得如锅底 只想摔牌而去 路眠对他们的游戏规则不感兴趣 结束一举两分钟的游戏 抬眼便瞧到萧綦莫地出手里的所有牌 温文尔雅地宣布 我们赢了 落塞壶和同班一脸死灰 小妹妹 来 再帮我们洗一次 落塞壶不太甘心 路眠懒洋洋地抬眼 迎先履行承诺 萧綦莫和叶锦文也都静静地看着他 看在小妹妹的份上 落塞壶大手一挥 倒也爽快 你们提要求吧 我能力范围内的 叶锦文接收到萧綦莫的信号 冲路眠眨了下眼睛后 开口问 黄老板 我们没什么要求 就是想问问你 你脖子里的这条大金链子挺好看 在哪买呢 这么简单的问题 正常人庆幸都来不及 可落塞壶的脸色却警惕起来 金链子一直藏在衣领下 没多少人能看到 如今被人突然提到 他反倒露了心虚 可 这个 落塞壶眼神挑忽 路眠勾起几分嘲讽笑语 这么为难 难道金链子不是你的 被一位这么美的美少女激将 落塞壶当场不愿意了 小妹妹 你别误会啊 哥哥是正经生意人 这金链子我也不知道在哪买的 是我在我家旅馆走廊捡的 没人要 我就带着了 落塞壶又补充 要是有人来要 我还给人家就是了 我可没打算卖下的 路眠喝了一声 没什么兴趣 萧綦默和叶锦文 互相交换了个眼神 有些复杂 看来 昨天无城的珠宝抢劫案 跟这个落塞壶黄老板 并无直接关系 说不定人此事还在旅馆内 既然没事了 我回家了 路眠说了一句就走了 七哥 嫌疑人找到了 只不过 他顿了下 口气傲闹 特么的不知道是谁抢了咱们的人头 先我一步把人五花大把 扔到警察局门口了 监控查过没有 黄老板家就是个小旅馆 监控死角太多 至于怎么扔到警局门口呢 从路边监控看 只知道是一辆挂牌车 其余信息一概查不到 叶锦文顿了一顿 迟疑着口气 这形式风格 有点像 他没说完 萧綦默就打断了他 既然已经找到了嫌疑人 就不需要我们插手了 到此为止 今天是月考发成绩的一天 在课程开始之前 我先说下这次物理竞赛的事 咱们班有五位同学参加 其中有一位同学成绩优异 令我惊讶 路心暖微微攥了下课本 眼底期待着什么 红桌层那靠近他 捂着嘴小声道 心暖 你的高光时刻到了 别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成绩 他矜持着 可那颤抖的声线 早已经出卖了他 这种事当然只能是我 难不成还是那个废物露眠吗 恭喜露眠同学这次获得满分 全校第一 考了满分 路心暖原本的效益将在脸上 眼底有什么东西在碎裂 这不可能 露眠做了一个小时就交卷了 怎么可能 老师你确定露眠没有作弊吗 作弊是不可能作弊的 因为露眠是第一个交卷的 也是唯一一个做完全部试题的 别人不抄他的就不错了 他能抄谁的 那他要是提前拿到了答案呢 那就更不可能了 试卷最后一提 有争议 竞赛组分成两派得出两个答案 他们以为没人能答得上来 没想到露眠的试卷 却让他们毛色顿开 统一了答案 万言之 露眠的试卷 就是标准答案 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露心暖从小就明白这个道理 但他不会傻的直接告状 他只是红着眼圈 勉强挤出一摸笑 隐忍地摇头 妈妈 我没事 我只是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傅慢心里咯噔一下子 这孩子从小报喜不报忧 只会说好话安慰别人 真是懂事得让人心疼 傅慢拉着露心暖坐到沙发上 再三逼问下 才知道是物理竞赛的事 可心暖竟然说露眠考了满分 他愣过之后 怎么想都觉得不现实 不过傅慢也没心情去管露眠的事 安慰着露心暖 暖暖 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这只不过是初赛而已 还有复赛 还有决赛 露眠也许是一时幸运考了满分 这种幸运又不是长久的 你就不一样了 你有基础有实力 妈妈相信你的能力 妈 露心暖微微扬起头 雨带哭腔 要不你让姐姐回来吧 她一个人在外面 我很担心她 傅慢何尝不担心呢 再怎么骂她再怎么训她 那也是骨肉 可最终想到露眠冰冷绝情的样子 她还是摇了摇头 算了 她回来就惹我生气 还影响你学习 露心暖似乎是看到了什么 心满意足地浮在了傅慢怀里 对了妈 我能不能跟着苏爵学炒股啊 炒股 她这方面挺厉害的 每次都几千万的赚 我想尽快把咱们家的债务都还上 这样你就不用再这么辛苦了 露心暖这么说着 对苏爵的能力深信不疑 傅慢不懂炒股的事 可也听说过炒股的风险 电视上报道过多少 因为炒股失败而跳楼的新闻了 她不着急还钱 只要暖暖争气 未来这笔钱都是小事 暖暖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 赚钱的是有妈妈在 妈 其实我就是想找个机会 跟苏爵多交流交流而已 这段日子苏爵的冷淡 她都看在眼里 或许以前还会代价而沽 但在见识到苏爵的这些能力之后 她还是觉得要抓紧她 至少 不能让露眠捡了便宜 你不用给我太多钱 几千块钱就够了 我们一点点来嘛 露心暖兴致勃勃 傅慢也不忍伤了女儿的心 咬着牙江刚发的一笔工资 转了一半给露心暖 她甜甜笑着 点了零曲 夜深 露眠回了锦城一号 她懒洋洋地坐到了电脑前 在一群嗷嗷待哺的谷友的热情催促下 露眠又精心研究了一只钱力骨 给零发了过去 剩下的事情 零全部帮她代为处理 不过 跟以往不同的是 露眠这次多说了一句话 零 把群里的人员排查一遍 零 出叛徒了 要不停止这次的信息发布 零 不用 你先查吧 零一头雾水 却也尽知尽责地照做 他们建立的这个谷友群 进入的条件之一就是贫穷 露眠会带着他们一起炒股赚钱 并且会一再嘱咐大家量力而行 当他们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得从这里离开 如果混入其他人 露眠一定不会放过她 露心暖 苏爵和露眠 又聚到了一个小教室 她的到来 就像是外来客一般 让本来有些喧闹的教室 瞬间归于安静 琪琪对她行注目里 别人可能不知道 但参加过物理竞赛的人 谁不知道露眠啊 一个小时就交卷考满分的神人 片刻的鸭雀无声后 露心暖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起了身 绵绵 没位置了 你做我这把 她态度真诚温柔 一副好姐妹的样子 让旁人正了正 苏爵跟露心暖坐在一起 倒也不迟疑 拉开了椅子侧身让开 露眠 你们姐妹坐一起吧 露眠静止走进教室 对于她俩的热情 没有回应 目不斜视地走到教室最后 单手撑着窗牌 轻盈一跃 坐了上去 众人 好酷 心心做态的露心呢 也只能当大做回去 苏爵亦如此 周围同学先同情了 这两人一把 却怎么都对露眠 生不出厌恶 这次会议主要讲 入围复赛的学生名单 以及下一次复赛的 时间地点等等 一切事项 露眠本不想参加 却冷不丁地 又收到了随愿的短信 年年 你们再开会吧 你是不是不想参加复赛了 可我希望你能继续走下去 如果你能被保送的话 我就答应你一个要求 露眠心想随愿 是不是给自己装了监控 竟然可以猜到她的心思 还这么准确无 她的视线落在 最后一行字上 答应你一个要求 她眉眼温柔 浅浅勾笑 喂 小妹妹 等着 七哥 小绵绵 叶锦文默默吐槽之后 眼间的看到了什么 指着学校花坛处 娃娃脸的眼睛 瞬间瞪得特别大 可 七哥 你还是别看了 她壮着胆子 恒生拦在了萧奇墨面前 然而 萧奇墨的身高 比她高一些 早就看到了 花坛处的那一面 那清冷孤傲的女孩 正跟一个平头女孩聊着天 她们认识那个女孩 叫隋月 跟陆绵 有着过敏的交情 她看到她们聊着天 看到陆绵还时不时 摸一把那平头女孩的脑袋 像是偷了新的猫 兴许是聊到了 什么开心的事情 她露出了 罕见温柔的笑容 那是她没有见过的 走吧七哥 人家闺蜜之间聊天呢 萧奇墨面无表情 窥然不动 萧奇墨秉持着 静置静子的心态 中间还不忘抓了两个 偷偷摸摸谈恋爱的小情侣 黑着脸的喊她们去办公室 叶锦文 先替背锅的小情侣默哀一声吧 这边的隋月往萧奇墨 萧师的方向看了一眼 软软道 绵绵 她怎么来学校当教导主任了 她是记得萧奇墨的 绵绵的邻居 陆绵没什么兴趣 谁知道呢 我感觉她好像一直在盯着你 就是那种没有恶意的关注 她该不会喜欢你吧 隋月的声音渐渐弱下来 也偷瞧着陆绵的反应 见她面色正常 才小心翼到 她挺帅的 我班同学都盼着她来巡查 陆绵又伸手偷摸了一把小光头 眯着眼睛心情很好的样子 我觉得吧 她只是想通过我找到神秘人 所以小光头 不要迷恋爱情 也不要高估一个男人的感情 说的你好像很懂的样子 隋月紧抓住她的手 让她不再乱动 那你打算怎么办 顺其自然呗 她能找到神秘人 那是她的本事 教导主任办公室 萧綦莫面无表情地坐至沙发 翘着二郎腿 气息平静 无形中释放的威压 让被抓的小情侣胆战心惊 老师 我们只是在交流作业 没其他的 女生支支吾吾的 也不敢抬眼看她 男生也跟着白手解释 是的老师 我们就是在学习 萧綦莫不说话 轻飘飘地扫他们一眼 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叶锦文本想过来劝两句 一个字还没说 却听到萧綦莫换了个姿势 看向男生 慢悠悠问着 你怎么追的女孩 你怎么追的女孩 这话问的 办公室的三个人都猛了 男生和女生齐齐看着叶锦文 一脸的求翻译 求解释 叶锦文心想这位末爷 该不会钻了牛角尖 找学生请教追女孩技巧吧 疯了 齐主任 也吓到学生 萧綦莫置之不理 左手手臂搭在沙发背上 右手拿着手机打开记事本 骨节分明的手指随时准备记下 办公室挺安静 小情侣也是够慌的 尤其是男生 他几乎都要给萧綦莫跪下 老师 我们真没谈恋爱 我也没追他 送花 送巧克力 送情书 男人的声线慢条思理 不不不 真不是 你手腕上是什么 萧綦莫有敏锐的观察力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细节 不是手表不是手练 一个黑色的圈圈 由于不符合手腕尺寸 还勒出了一圈红痕 男生惊慌失措 连忙把手背到了身后 没什么 就是避邪的 没等萧綦莫琢磨过来 辟邪什么意思 那个女孩细看了眼 突然天崩地裂 李明浩 这不是我的小皮筋 这是谁的 名叫李明浩的男生 就更慌了 香香 你听我解释 我不 你说过只带我 送你的小皮筋的 这是爱的证明 名叫香香的女孩 情绪过激 用力推了男生一把 分手吧 渣男 女孩子哭着 奔出了办公室 李明浩满脸心痛 说了生老师 你赢了 也跟着追了出去 叶锦文头痛欲裂 这特么反转又反转的神剧情 猝不及防 难道他们家七哥 是在用这种方式 肃清校园恋爱 他扭头的瞬间 却瞧见沙发上的斯文大佬 专注认真地打下一行字 爱的证明 小皮筋 叶锦文无语了 我有一句 想好再说 斯文男人生陷平和 我有一句实话想说 七哥 小绵绵是短发呀 短发 他用不着小皮筋 萧綦莫后知后觉 重新打开手机 一个字一个字地删除 他优雅起身 李勒李身上的褶皱 迈着长腿往外走 看来 还得再问问别人 叶锦文追出去 压着极低的声音 七哥 小绵绵的事情先放一遍 你能不能先管管你的叶锦 你又被抢人头了 苏觉这边忍下痛苦 开口问卓陆星呢 你爸你妈为什么会这么讨厌路面 姐姐他 很爱撒谎 陆星暖滴滴的 失落开口 他从小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记得四岁那年 有天他拿着一个鼻烟糊回家 我妈看那东西挺贵重 问他哪里来的 他说夏威奇时 从一个老头那赢回来的 说到这里 陆星暖轻笑了一声 淡淡嘲讽 苏觉 是不是很可笑 一个四岁的孩子 怎么可能赢得过一个老人家 还赢了一只贵重的鼻烟糊回来 我们都觉得他是偷来的 带他还回去 只不过 再也没找到过那个老人家 苏觉哑然 在他的认知里 的确没见识过这种天才 就连他们苏家的那位天才围棋公主 也是到了七岁才开始显露天分的 还不止这些 陆星暖摇头 他很毒 不喜欢别人碰他的东西 他也很爱拆家 我家电视机坏了要送去报修 他先给拆了个七零八岁说是能修好 还有空调 电脑等 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日积月累 爸爸妈妈也对他没了内心 苏觉沉吟着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他说的是真的 怎么可能呢 才几岁的孩子而已 他无奈着 再说了 我家的经济条件不好 经不起他这么折腾的 苏觉陷入了沉默 话敢话说到这里 陆星暖眼波微微一转 很难过的开口 要是我们家经济条件好点就好了 爸爸妈妈或许就不会再那么亏据 或许也会耐心发现姐姐的优点 苏觉没吃过缺钱的苦 不理解这种心情 苏觉 我能跟着你学炒股吗 陆星暖终于开口 我就投几千块钱 赚了就当给家里赚点生活费 赔了我就再也不投了 当买个教训 苏觉抬侧头看着他水雾朦胧 无限崇拜的眼睛 想到露眠的遭遇 鬼使神差地点了头 反正他现在有那个大神群 也不用担心会赔 就当是 做点好事吧 苏觉身体不舒服 就先回了苏家养伤 他在后院找到了梁亭云 独自下棋的老爷子 一拐一拐地挪过去 爷爷 还在下棋 苏青河头也没抬 这周约了围棋赛 我是主办方 要是绵绵在 就好了 现在都没人和我下棋 露眠 是啊 说起露眠 苏老爷子略显苍老的脸上 就来了兴致 眉飞色舞 我看他跟人下过一次 把对手杀得片甲不留啊 哈哈哈哈 那时候他也才四岁模样 也就这么高吧 老爷子手比着高度 神采飞扬 可苏觉的脸色 却僵了又僵 苏觉反应过激 顾不上身体的疼痛 一把抓住了苏青河的手 爷爷 他是不是还赢了一个鼻烟壶 苏老爷子莫名其妙 嫌弃地抽回手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那时候有急事 看他下完就匆匆走了 不知道后续 苏觉觉得很玄幻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脑海里也只有一个念头 露眠没有说谎 是陆家人误会了他 爷爷 你让露眠也参加围棋大赛吧 露眠正在书店扫书 一本一本地看不去 也没看到自己想要的 手机倒是先震动了起来 绵绵 这周末爷爷办了场围棋赛 你要不要来参加一下 不去 苏青河举着手机眯着眼 无奈极了 是吧 这丫头对这些事 一般都不感兴趣 试了也白试 露眠合上手机 随手抽了本小说 手机又响了起来 我是萧綦莫 你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 先不说这个 今天有事找你帮忙 露眠 我想正式邀请你 以女伴的身份陪我出席晚会 不过 对于充当萧綦莫的女伴 她不感兴趣 但为什么不能是 女总裁带着两位助理 参加宴会 露眠问 萧綦莫和叶锦文停牙口无言的 总之 不管怎么说 露眠同意一同出席 萧綦莫绅士地请她下车 一边解释 临时邀请你 抱歉 我上午揍了苏绝 你没抓我 算是回礼了 她轻笑着弯腰 叶锦文哇哦一声 这身打扮虽然不符合晚宴场合 但是说真的 太酷了 她还是头一次见到 能把黑色穿得这么帅的女孩子 天头看了眼自家七哥的着装 同样的黑色系西装 哦了 两位大佬情侣装了 萧綦莫端着水晶高脚杯 不喝 只轻轻晃着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其实 我平时不喜欢参加这种场合 今晚呢 露眠的话也不多 偶尔搭个枪 今天特殊 我跟叶锦文得知 这家主人是黎阳公司老总 恶意拖欠工资 这次能来到她家里 机会比较难得 就过来找找证据 她并不隐瞒 甚至还想通过这些话 窥探她有什么情绪变化 暗淡光线下的露眠 新冷立体的五官被柔化了不少 那双冷冽的姓牟里 是干净平静的笑 如果有一天 她也能够向我敞开心扉 算了 不想了 越想自己越是心烦意乱了 齐先生 感谢您大驾光临 这杯酒 我敬你们二位 萧綦莫素来温文尔雅 但笑着抿了一口红酒 等她想要代替身侧女孩喝酒时 却发现她已经从善如流地咽下了一口 她还是个学生呢 喝酒不好 她将酒杯从女孩手里抽出 重新放回了托盘 李先生 您请忙 好好好 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 等到黎阳走后 斯文男人拧着眉心看露眠 露眠抄着裤兜 脚尖有一下眉一下地戳着地板 一个斯文有礼 一个顽固不羁 看我做什么 她突然笑起来 眉眼微弯 练艳芳华 教导主任带着学生参加宴会喝酒 也挺有意思 又对到萧綦莫的心窝子上了 男人哪里还胆说什么 只不轻不重的嘱咐别再喝酒也就算了 只不过 眼角鱼光扫着露眠 却发现她的脸颊 起了不正常的飞红 这丫头该不会 萧綦莫心中的念头一时而时 轻声关心着 你怎么了 没怎么样 女孩回答得干脆 可是却轻轻甩了下脑袋 等在抬头时 眼底阴晕着雾气 迷迷蒙蒙 反观小脸 还是那么的一本正经 定在那里一动不动 还说没怎么 明明是喝醉了 不能喝酒还跟着喝了红酒 真不知道说她什么好 有没有不舒服 女孩歪了下头 心率加快伴随短暂性晕眩 反应速度降低20% 体表温度降低0.5度 初步判断 她顿了下 急性酒精中毒 萧綦莫上前一步 伸势手地将她扶到沙发处坐下 这样的露眠我从来没有见过 少了些力气 多了些可爱 让人忍不住想哄哄她 露眠 你还好吗 露眠觉得自己还行 点点头 情绪正常 不吵不闹 坐在沙发上的姿态 前所未有的板正 乖得过分 萧綦莫不知该怎么处理 叶锦文的电话就在此刻打来 声音挺郁闷的 七哥 我们又被截胡了 他几乎都要哭了 我明明在这所别墅布置了暗哨 还是被那个混蛋抢先一步 撬开保险柜拿走了证据 关键我还没抓住她 萧綦莫抬手 有些皮地捏着高挺鼻梁 视线漫不经心扫过露眠 优雅斯文 他下着命令 撤 不行 我不撤 我今晚一定要追上那混蛋 我说 撤 男人的口气略沉 让叶锦文嗅到了几分不同寻常 当萧綦莫扶着露眠坐到车里时 叶锦文才知道 自家七哥那阴阴沉沉的口气是为何 小绵绵喝多少啊 一口 一口就醉成这样 这也太神奇了 不过在医学上确实有种体质 滴酒不能沾 沾了就醉 不出意外 露眠就是这种体质 萧綦莫帮露眠摆正姿势 让他尽可能的舒服些 顺手拎过毛毯 给他搭在了身 露眠也乖 好像此时对他做什么 他都会乖巧地接受 偶尔还会冲他们勾一抹无害的笑 这特么谁顶得重 本来那张小脸就绝美迷远 这一乖巧下来 一平一笑皆是撩 叶锦文连忙回过身 小绵绵喝醉酒还挺乖的 早知道这样 七哥你早该请他喝酒了 他嘴里也碎碎念个不停 突然起了一丝坏主意 这么乖巧 不知道问他一些问题 他会不会据事已告 露眠同学 请问就你回来的神秘人 13号在哪里 13号啊 咱们Z国目前发射的神州飞船 直到11号 13号还在研究当中 预测未来三五年内 才会正式发射神州13号 我问的是神秘人13号 为什么会扯到神州飞船13号 萧綦莫在旁边静默 唇角却染了抹笑 可爱的小混蛋 小绵绵 你被绑架那两年发生过什么 叶锦文依旧不死心 可露眠虽然醉了 却不傻 脸着雨节 在抬眸时 板起学术小脸很有原则道 现在轮到我问你了 物理界的两堵乌云 是什么 猝不及防 叶锦文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僵硬 他收回之前的所有话 醉酒后的露眠 同样不好对付 叶锦文没说什么 后座却传来温文尔雅的男性声线 这是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 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的 第一堵乌云 主要是指 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结果 可以太飘移说相矛盾 第二堵乌云 主要是指 热学中的能量均分定则 在气体比热以及 热辐射能谱的理论解释中 得出与实验不等的结果 叶锦文掌握着方向盘的手 抖了抖 露眠像是找到了共同话题 身子微微坐起 脸颊还染着飞火 眼底强烈而巨大的探索 欲熊熊燃烧 那我们来聊一下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吧 萧綦莫斯文点头 好 一路开车回锦城一号 时间不长 后排两位大佬 已经从量子力学 聊到了红洞理论 你俩到我家来 我们继续 那口气 哪里是高中生 更像是 学识渊博的教授 而他俩 是他的学生 七哥 你自己去吧 我累了 真的 萧綦莫倒是想这样 关键是路眠压根不同 回身间很严肃地 瞪着他们二人 强调着 一个都不能少 叶锦文求助 醉酒大佬强行 给自己上物理课 我该怎么拒绝 叶锦文脚步虚浮地 跟着上了楼 瞧着前面大佬 走资的路眠 再瞧瞧身旁 斯文优雅的墨眼 心中无限悔痛 萧綦莫抓着他衣领子 溜在了沙发上 目不斜视道 别乱看 他俩聊天的功夫 路眠手里已经多了本 时间简矢 拿出白纸和饼 分给了他们 七哥 小绵绵这么下去不行 你看他这亢奋状态 今晚绝必要通宵了 别交头接耳 你们可以不听 但是得先打赢我 声音过于冰冷无情 但刚说完路眠便睡了过去 萧綦莫一把抱住了路眠 小混蛋 终于折腾累了 晚安 苏绝大脑一片空白 他被踢出鼓有群了 两个人走出路眠家 叶锦文瞅到萧綦莫略有失落的脸 很震惊 七哥 泥油未尽 不等萧綦莫说什么 他突然很认同地点了点头 也是 你很久没找到 这么聊得来的人了吧 天才的世界是孤独的 没多少人能理解他们 七哥 虽说今天路眠意外醉酒 我们必须帮忙 但也不能忘了正事 那位无成守护神怎么办 我们得尽快把他揪出来才行 他的碎碎念 萧綦莫没怎么理会 解了指纹锁走进房间 眸色越发深邃 你记得电视上 接受采访的郭水天队长吗 他声音淡淡 记得 他们单位有几个未解的案子 怎么了 他有一个儿子叫郭子浩 是路眠的同班同学以及钱桌 叶锦文上一秒还不明白 这个问题有什么关联 这一秒输得打了个机灵 七哥 你该不会怀疑无成守护神是路眠吧 他跟我们抢人头 我没这么说 你说的 路眠第二天准时来到学校 路眠 你给我等等 找死吗 苏绝心脏收缩了一下 有学生看到他们 一脸八卦地偷笑着跑开 在远处小声议论着 苏绝怎么又来找路眠啊 我赌一包辣条 苏绝肯定是看上路眠了 那我赌十包辣条 苏绝喜欢路星呢 听说他们两家都快定下了 路眠也是路家的呀 苏绝喜欢谁不都一样 不过 路眠看起来好像不怎么鸟他 路眠 我已经听爷爷说了 你小时候下围棋 赢了鼻烟壶的事情是真的 你没有说谎 他怕路眠走掉 加快语速道 我没别的意思 我爷爷主办了围棋比赛 如果你能来参加 你就可以当面证明给你爸妈看 他们就不会再误会你了 路眠 这是一个机会 苏绝强调 路眠挺烦 偏头笑 你觉得我很在乎那个 那你在乎什么 那是你的家人了 苏绝顿了顿 低头想了一下 像是下了什么决心 这次围棋大赛 第一名将会获得两千万元的奖励 两千万 路眠眯起眼睛 我倒是不知道 苏家什么时候这么大手饼呢 这两千万是我赞助的 不行吗 他挺直了腰板 我之前就说过了 我炒股赚了两千多万 前几天我又投了一笔钱 剩下这两千万 我就当成奖金赞助给爷爷的围棋赛 这没什么吧 你又投了一笔 路眠这次倒是多跟他说了几句话 苏绝终于找回了男性尊严 口气中自有志得亦满的骄傲感 是 这次应该还能再赚一笔 我还帮路心脑跟头了呢 所以两千万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 哦 路眠眯着性谋 眼底闪烁着不为人知的暗盲 笑着问他 你投的哪只股票 苏绝毫无防备 直接说了出来 听他抱上那串数字代码 路眠一把将纸巾攥在了手心 他竖着大拇指 苏绝 你真行 苏绝心头一击 突然轻飘飘起来 路眠这是在 夸他 没等他仔细寻味 对面女孩已经擦身而过 空中紧留下他轻盈悦耳的低音 围棋赛 我会去参加的 等着 苏绝回到自己教室 才慢慢找回了心底